丁 由于多个校花级以上美女受到宿主昆鹏集团老板身份影响 而提升好感度 恭喜宿主获得霸道总裁身份光环 说明 拥有霸道总裁身份光环加持 各色美女对宿主的好感度将提升10到30点 卧槽 居然又获得了一个霸道总裁的身份光环 这是要无敌的节奏啊 魅力光环加名人光环加身份光环加超能力 他几乎可以所向披靡 无往不利 就很爽 叶坤趁机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 姓名 叶坤 力量 41 敏捷 33 体质 58 精神 45 魅力 9 助 普通人各项巅峰属性为食 神豪储备金 可支配神豪金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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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技能 神级车技 谦卑不罪 金枪不败 光环 魅力光环 名人光环 身份光环 道具 一颗灵感胶囊 神豪点 2 神豪点只有2 说明花费神豪储备金是不增长神豪点的 只有花费可支配神豪金才能增加神豪点 不过叶坤对自己的属性和能力还是感到满意的 他现在身体各项的属性都是普通人的数倍 已经是一个小超人了 而且他还有各种各样奇异的能力 就很棒 诸位 今晚要拍卖的第二件物品是天之环翡翠手镯 拍卖师开口说道 同时 一件满绿的翡翠手镯也被推上了展台 这只天然满绿翡翠手镯刚一亮相 就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 颜色非常正 透光很好 通体绿色 漂亮无比 这个翡翠手镯太美了 令人沉醉 现场所有女人 无不为之着迷 卧槽 今天的第二件拍品 居然是天之环翡翠手镯 此时 拍卖厅中已经一片哗然 众多富豪和名媛千金议论纷纷 天呐 居然是天之环翡翠手镯 要是有哪个男人买下天之环翡翠手镯送我 我立马答应嫁给他 一个名媛激动不已地说道 天之环手镯估价就要一个亿 是收藏级手镯 尊贵无比 怎么 这个手镯很出名吗 叶昆微微侧身 问身旁的秦兰女总裁 老板 这款水投足的满绿翡翠手镯被命名为天之环 天之环翡翠手镯 首次亮相是2018年4月3日在港岛苏富比拍卖会上 当时估价高达8000万到1亿港币 是近年来苏富比遇到最美的一只玉镯 秦兰女总裁盯着展台上的天之环玉镯 美眸中也是一彩连连 这款收藏级的翡翠手镯美丽无比 令人陶醉 任何女人见了都会心动不已 除了女总裁秦兰 坐在后排的杨怡俊也对这件翡翠手镯十分心仪 叶昆旁边的胡于奇和安玉白 同样对天之环翡翠手镯十分感兴趣 诸位 你们没有看错 这件天之环翡翠手镯就是2018苏富比春拍瑰丽珠宝及翡翠手镯部分的压轴手镯 这是一款收藏级的珍贵翡翠手镯 是可以不断增值的 起拍价8800万 拍卖师开口说道 8800万只是起拍价 而要拍下这只收藏级满绿翡翠手镯 价格估计要高出许多 9000万 短暂沉没了几秒钟之后 现场就有人开始喊价 9500万 一亿 一亿一千万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三千万 价格开始快速攀升 很快就超过了一个亿 三年前 在苏富比拍卖会上 天之环手镯的最终拍卖价格还不到一个亿 现在溢价已经超过了30% 仍旧有人在加价 1亿五千万 这次报价的是坐在叶昆身边的胡于奇 她是真正的豪门千金 十分喜欢这款天之环翡翠手镯 似乎有一种是在必得的架势 而她爆出一亿五千万的时候 现场沉寂了下来 短时间内似乎没有人出更高价了 即便是作为收藏级的翡翠手镯 这已经是一个天价了 价格在网上 就有可能砸在手里了 当然 前提是买来收藏的话 胡女士出价一亿五千万 还有人出更高价吗 拍卖师目光扫向全场 虽然这个价格已经不低了 但是跟第一件百年人参拍品相比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一亿八千万 这时 又有一个女富豪开始提高竞价 她也是坐在第一排 显然身价不菲 黄玉莹 怎么会是她 胡于奇秀眉微醋 这个黄玉莹是黄市集团总裁 玉莹珠宝的幕后大老板 旗下拥有黄市集团 玉莹珠宝和多家购物中心 实力非常雄厚 一亿九千万 胡于奇不想这样放弃 再次提高报价 两亿 黄玉莹不依不挠 紧跟着爆出了两个亿的高价 两亿一千万 胡于奇也是不甘示弱 又加了一次价 她真的超喜欢这个天之环翡翠手镯 两亿两千万 黄玉莹再次加价 毫不退让 两个女富豪为了这个翡翠手镯 争斗得十分激烈 就在胡于奇还想继续加价的时候 她身旁的安玉白小声提醒道 价格偏高了 黄玉莹就是故意抬高价格 不要上当 安玉白和胡于奇 以及另外一个好闺蜜长月希 他们和这个黄玉莹是竞争对手 在商场上争斗多年 这次黄玉莹明显是在针对胡于奇 故意抬高价格 玉白 难道我就这样放弃了 任他欺负 胡于奇仍旧有些不甘心 两亿两千万 已经是翡翠手镯拍卖会上的历史天价 就算拍下来 几年之内也别想赚钱了 没必要和她争 安玉莹红唇微起 低声说道 她不愧是安氏集团的女总裁 能够冷静分析局势 保持理性 胡于奇听从了安玉白的意见 没有继续加价 但是心中仍旧十分不甘 黄女士报价两亿两千万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价 拍卖师目光投向了胡于奇 两亿两千万 一次 两亿两千万 两次 黄玉莹朝胡于奇投来挑衅的目光 露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这让胡于奇不由气的脸色通红 握住了粉泉 拍卖师已经举起了锤子 就在黄玉莹以为自己已经竞拍成功的时候 拍卖厅中响起了一道熟悉而霸道的声音 三亿 叶坤淡然开口 三亿 叶坤报价三亿 全场再度震惊 一片哗然 叶总居然出价三亿 竟拍天之环翡翠手镯 这个价格已经是18年苏富比拍卖价的三倍多了 太好了 太有魄力了 黄玉莹却是微微皱眉 她拍下天之环翡翠手镯 是为了放进自己珠宝店里作为镇店之宝用的 现在 叶坤出价 让她感觉十分的棘手 这位大佬可是刚刚以十亿的价格拍下了一株 百年也山深 实力深不可测 不过 天之环翡翠手镯 她实在必得 一号座位的叶先生报价三亿 还有人出更高价吗 拍卖师目光扫视全场 然后看向了一旁的黄玉莹 我出三亿一千万 黄玉莹咬咬牙 报出了更高价 用3.1亿来拍一个翡翠手镯 就算拍到手 几年之内只能当作收藏用 而别想赚钱了 但是 为了新开的珠宝店有一个真店之宝 她必须拍下这个天之环翡翠手镯 5亿 叶坤举起小牌牌 直接将报价提升到了5个亿 4.全场所有富豪 名媛和社会名流都不由到吸了一口冷气 叶总太好了 几个亿 几个亿的加价 这是完全不给别人机会呀 你嘛 这谁敢和她抢 叶总 你没必要故意针对我吧 黄玉莹面带愈怒之色 转身对叶坤说道 她拍卖天之环翡翠手镯 是为了拿来作为真点之宝 因二 才肯除高价竞拍 叶坤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因为钱多 没地方花 纯粹因为任性 不 她不这么认为 她见叶坤和胡于奇做得近 觉得叶坤肯定是为胡于奇 这个女神级美女出气 才会故意针对她 而这时候系统的提示音 又响了起来 叮 检测到一个斑花级美女 姓名 黄玉莹 音质 88 斑花级 身高 164 三围 82 64 八十八 胸围 32B 好感度 负40 性格特征 冷酷 霸道 精明 喂 系统 你咋回事 标准怎么突然降低了 只是斑花级 你也好意思往我这边推销 叶坤一阵无语 最近见惯了孝花级和女神级美女 系统突然给她推销一个斑花级的 令人无法接受 这或许就是由减入奢依 由奢依入减难吧 对美女的品位也同样如此 看多了孝花级和女神级美女 口味一样叼了 斑花级很难接受了 而且 这个黄玉莹的胸还没太大 是个飞机场 她就更加提不起兴趣了 叶坤可不敢攻略黄玉莹 万一被她缠上就麻烦了 还好 她对自己的好感度是负数 黄总 说我是故意针对你 未免有点无敌放始了 既然是拍卖 当然是嫁高者的 如果你可以出嫁比我高 那么这件天之环翡翠手镯就归你 叶坤淡淡道 她拍卖天之环翡翠手镯 还真不是故意要针对黄玉莹 不过是钱多任性 想将这件鸡品翡翠手镯收入囊中罢了 你 黄玉莹还是很郁闷 感觉胸口发堵 你嘛 你都加价到五亿了 让人怎么继续加价 叶先生出价五个亿 还有没有人出价更高 拍卖师说道 目光扫视全场 五亿一次 五亿两次 黄玉莹没有继续加价 五个亿 已经超过她的心底的最高报价了 她是一个商人 没有利润的事情 她不干 因二 最后她选择了放弃 五亿三次 成交 拍卖师一锤定音 决定了天之环翡翠手镯的最后归属 那就是叶坤 叶坤十一拍下过国宝及百年野山深之后 又以五亿高价 拿下了天之环翡翠手镯 其豪横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钦佩不已 丁 获得崇拜值暴击加666 丁 获得崇拜值暴击加777 丁 获得崇拜值暴击加888 胡于奇也是感激地看了叶坤一眼 叶坤力压黄玉莹 以五亿高价拍下天之环翡翠手镯 令她十分解气 虽然她有点遗憾 没能拍到天之环翡翠手镯 但是也没让黄玉莹得手 而她再一次见识了叶坤的实力 心中也是十分震撼 接下来叶坤又以高价拍下了一个青花瓷古董 以及古代书法家张旭的一副狂草字帖 只要她出嫁 全场所有富豪 无一人能与她争锋 叶坤很快就在拍卖场上 建立起了了统治力地位 她就是那个最好 最霸气的男人 叶坤也因此收割了不少崇拜值 当然 她也不是每样东西都竞拍 碰上不感兴趣的物品 她也会将机会留给其他人 经过几次激烈的竞拍之后 现场也进行短暂休息 进入了娱乐时间 现在 有请当红歌星王静彤 为大家献唱一曲 主持人开口宣布道 哦啊 性感女神王静彤要出场了 王静彤是超一线女歌星 平时连商演都不出 只开演唱会 想不到这次会受邀来拍卖会演唱 拍卖庭现场一下就活跃了起来 能来参加这个顶级拍卖会的都是富豪 名媛以及各种社会名流 受邀来参加活动的一二线明星也有不少 但是超一线的女明星只有王静彤一个 很快 王静彤就登台现唱 她身自恶挪 性感妖娆 偏偏还长着一张极为清纯的脸蛋 而她的歌声十分悦耳动听 有着歌后级的演唱实力 由于叶昆就坐在第一排 离舞台最近 歌后王静彤性感妖娆 风情万种 也是属于女神级的 不过 可能是因为没有直接对话 叶昆并没有出发到 关于她的系统提示 很快 歌后王静彤就唱好了一首歌 迈着妖娆的步伐走下了舞台 她从叶昆身侧经过的时候 还露出了一个妩媚无比的笑容 叶昆只是笑笑 不以为意 以她现在的身价和展现出来的实力 女星想要结交她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普通人眼中那些高高在上的女神和大明星 在她这边都变得稀松平常了 很快 那个身穿中山装的拍卖师又重新返回舞台 拍卖会继续 诸位 下面要拍卖的是一件非常奇特的物品 这是一块的钛合金 拍卖师开口 同时 展台上出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奇异金属 这块金属表面坑坑洼洼 平平无奇 就好像是别人随意丢弃在垃圾堆里面的破玩意儿 就这破金属也能拿来拍卖 现场那些富豪名流 不由露出胡一不屑之色 经过高科技仪器检测 这块特殊金属拥有超过五亿年的历史 我们怀疑这是史前遗留下来的物品 或者是外星高科技文明遗落的物品 拍卖师却是不慌不忙地介绍到 四 现场一片哗然 众人开始都对这块奇貌不扬的奇特钛合金 感到好奇 震惊 超过五亿年历史的钛合金 史前物品 外星人遗落下来的高科技产物 这种奇特东西 众人或许听闻过 但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这块钛合金密度很大 十分坚硬 就连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刚钻 都无法在其表面留下一点刻痕 具体用途不详 这块钛合金除了坚硬无比 似乎没有其他任何用处 因而原主人委托我们拿出来拍卖 价高者得 这块钛合金的起拍价是一个亿 现在开始出价 拍卖师目光扫视全场 开口说道 他也无法确定这块除了坚硬 平平无奇的钛合金 有没有人愿意出高价竞拍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在叶坤的脑中响了起来 叮 检测到一块奇异金属 里面是一套那米战甲 穿戴那米战甲条件 觉醒者 卧槽 这块钛合金之中居然是一套那米战甲 黑科技出来了 觉醒者又是什么 这个世界真超自然力量吗 拍 必须将这块史前钛合金拍下来 拍卖师报价之后 现场沉寂了十几秒 都没有人出价 虽然大家对这块奇特的钛合金十分好奇 但是一个亿的价格还是下注了不少人 为了买一块毫无用处的金属 花费一个亿 显然不是很划算 一亿 叶坤开口了 既然没人出价 那么他就由他开始吧 一块超过五亿年历史的钛合金 里面有一套那米战甲 这里所有人却不知它的价值 一亿两千万 随着叶坤报价之后 又有富豪加入了竞拍的行列 虽然他们不知道这块钛合金 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但是买回去收藏起来也不错 毕竟 这可是一件超过五亿年历史的古董 三亿 叶坤举了举小牌牌 但然道 他有意照神豪储备金 根本不怕别人与他竞价 来啊 竞拍啊 竞拍越激烈 他越兴奋 三亿五千万 还真有富豪继续加价 万一这块钛合金是什么外星宝物 拍下来 岂不是等于简陋 这是现场那些富豪的心理活动 五亿 叶坤淡然开口 加 继续加 六亿 还真有富豪一点不耸 将价格抬高到了六个亿 十亿 叶坤又举了举小牌牌 四 全场哗然 震惊 叶总居然报价十亿来派一块毫无用处的金属 这是钱多 任性啊 但是 也有富豪并不这么认为 觉得奇货可居 这块钛合金 或许有什么奇异的功能也说不定 这才让叶总不惜出高价也要拍下来 十亿 这个拍卖会来了很多富豪 后排有一个美老板直接爆出了十亿的价格 与叶坤争强了起来 用十几亿拍下一块使钱的钛合金 没准灯简陋也说不定 呵呵 二十亿 叶坤笑了 他也不生气 继续加价 要比钱多 他还真不带怕的 世界首富来了 都给他干趴下 让他跪下来喊爸爸 那个美老板听到叶坤报价二十亿 直接耸了 根本不敢继续跟着报价 叶总报价二十亿 还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价 拍卖时激动到 没想到这块钛合金 可以拍到二十亿的天价 这已经是目前报价最高的一件拍品了 我出二十亿亿 这时 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富豪开口了 他是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超级富豪 排名还十分靠前 叶坤越是出高价竞拍 越让那些富豪觉得奇货可居 一百亿 叶坤直接将报价提到了一百亿 一件纳米机甲 一百亿不算贵 而当他爆出一百亿价格的时候 全场不由到吸了一口冷气 紧接着 一片四季 鸭雀无声 落针可闻 接着 一片哗然 炸裂 疯了 他疯了吧 叶总居然花一百亿竞拍一块 平平无奇 毫无用处的金属 这是钱太多 花不完了吗 神豪都这么任性的吗 哈哈 叶总真是好气魄 我甘拜下风 就不与叶总竞争这块太合金了 那个富豪也是自愧不如 不敢继续与叶坤竞拍争夺 尼玛 太疯狂了 直接加价到一百亿 就算他是福布斯富豪榜前列的顶级富豪 也不敢这么玩 太豪横了 他第一次有被人用钱砸猛的感觉 叶坤只是淡然一笑 别说是一百亿 就算是一千亿 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这件那米战价 他实在必得 一百亿一次 拍卖时也不问有没有人继续加价了 直接开始报数 一百亿两次 一百亿三次 成交 随着拍卖时一锤定音 叶坤以一百亿的天价拍下了这块平平无奇的金属 现场大部分人都以为叶坤疯了 但是 也有不少人露出了疯狂崇拜之色 一百亿拍下一块不知名的金属 这才是超级神豪啊 叶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6666 叶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7777 叶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8888 崇拜值超级暴击接连出现 叶坤疯狂收割了一波崇拜值 就连身旁的胡于奇女神 都用一种震惊崇拜的眼神盯着叶坤 叶 女神级美女胡于奇对宿主的好感度加10 叶 恭喜女神级美女胡于奇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了60 叶 奖励宿主敏捷加10 叶 恭喜宿主的敏捷提升到了43 力量41 敏捷43 体质58 精神45 呃 叶坤心中也是微微一喜 敏捷又提升了10点 现在 她四项身体基础属性基本就没有短板了 齐头并进 就很爽 身体这样一直进化下去 她迟早要变成一个超人 同时她目光不由看了胡于奇一眼 只见胡于奇美眸正盯着她看 微微一笑 美艳不可放屋 好感度达到60 已经是属于优点喜欢了 叶坤也是朝胡于奇轻轻一笑 然后又重新坐直了身子 接下来又是重头戏 要拍卖的是位于魔都的一块地皮 这块地皮位于徐慧滨江东岸金融港 占地485亩 其拍价200亿 拍卖师开口说道 这块地才是今晚的一个重头戏 魔都新的帝王有可能在此诞生 与此同时 展台上的大屏幕开始播放这块地的相关信息 徐慧滨江东岸金融港 地块紧立魔都内环高价 皮铃龙美术馆 徐慧滨江东岸金融港地块将以甲级办公为主体 以商业、高端酒店、租赁住房、会展文旅等一流服务为配套 建城级商务、商业、居住、休闲、文化、生态等功能为一体的中央活动区 助推徐慧滨江加快建设全球城市的卓越水岸 秦总裁 我们昆鹏集团有拍卖这块地的资格吧 叶昆问身旁的秦兰道 对这块地也产生了一丝兴趣 这不是住宅用地 而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商业用地 用来建造写字楼和酒店等 当然我们昆鹏集团旗下的昆鹏地产已经缴纳了200多亿的押金 拥有竞拍这块地的资格 秦兰女总裁笑了笑 说道 除了叶昆 现场不少大佬都对这块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甚至有不少大地产公司是专门为了竞拍这块地而来的 纷纷开始摩拳擦掌 这块地皮起拍价200亿 现在开始竞拍 拍卖师喊道 拉开了竞拍帷幕 230亿 率先出嫁的竟然是那个安氏集团的美女总裁安玉白 之前他都没有参与竞拍任何物品 一直沉默寡言 稀自如今 想不到一开口就是230亿 真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这个安氏集团的财力也是非常雄厚 直接盯上了这块位于魔都中心区域的好地 240亿 250亿 260亿 一些集团公司纷纷加入竞价行列 竞争十分激烈 而260亿的价格 已经超过了几年前的魔都帝王248.5亿 价格到了260亿之后 竞价速度也开始变慢了起来 那些实力不够雄厚的公司 纷纷主动退出了竞价 270亿 安玉白举起小牌牌再次报价 一副是在必得的架势 270亿 又刷新了魔都的帝王价格 拍卖厅内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300亿 叶坤举了下小牌牌 开口了 他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将价格拔高到了300亿的大关口 再次刷新了魔都帝王的价格 安玉白剑报价的是叶坤这个狠人 也是不由秀眉微醋 感觉十分棘手 叶坤太狠了 太霸道了 基本上 他看上的东西 不管多少钱 都会被他拍走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这家伙就是一个超级神豪 完全不把钱当钱看 花了10个亿 拍个一根百年夜山深 花了5个亿 拍下那块天之欢翡翠手镯 更令人捉摸不透的是 他还花了100亿 拍下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用途的金属 就很离谱 这样豪气 又不按常理出牌的竞争对手 令他都不由有些忌惮 叶总 你对这块地也有兴趣吗 安玉白微微转身 隔着胡于其一个座位 第一次与叶坤对话 他的声音很冷 却偏偏听着很舒服 丁 检测到一个女神级美女 姓名 安玉白 胭脂 97 女神级 身高 170 三围 86 60 90 完美身材 胸围 34C 好感度 0 性格特征 冰冷 沉默寡言 惜字如今 呃 叶坤扫描了下安玉白的信息 不由微微摇头 虽然安玉白是女神级美女 容貌绝美 身材也很完美 但是性格太冰冷了 还惜字如今 不爱说话 而且 对他的好感度居然还是0 这就有点过分了 丁 女神级美女安玉白 多看了宿主一眼 受到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魅力光环影响 好感度 加实 丁 女神级美女安玉白 受到宿主霸道 总裁身份光环影响 好感度 加实 丁 女神级美女安玉白 对宿主的好感度 提升到了20 不对劲 这很不对劲 受到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魅力光环影响 她不是应该提升 30点好感度吗 怎么才提升了10点 这种情况 叶坤还是第一次碰到 之前无论是 笑花级美女 还是女神级美女 受到她魅力光环影响 都要提升 30点好感度的 难道安玉白 可以抵挡住 她的魅力光环不成 或许是她天生性格冰冷 好感度很难提升吧 不过 叶坤对此并不是很在意 现在 她身边并不缺乏 女神级美女 叶总 安玉白 见叶坤不说话 不由红唇倾起 又轻轻呼唤了一声 没错 我对这块地皮 也挺感兴趣的 叶坤笑道 并不会因为 对方是女神级美女 就轻易放弃 这块地的竞拍 310亿 这时候 又有一家地产集团公司 抬高了报价 看来 对这块地皮 是在必得的公司 不止一两家 320亿 安玉白不甘示弱 爆出了320亿的天价 可见 她要拿下 这块地皮的决心很大 350亿 叶坤淡然开口 直接把价格提高 到了350亿关口 全场寂静 魔都新的帝王 要诞生了吗 安玉白没有继续报价 而是轻轻趴在胡逾奇的耳边说了些悄悄话 安玉白对胡逾奇说完悄悄话之后 胡逾奇又将郊区贴近了叶坤 胡逾奇红唇贴到叶坤耳边 吐气如蓝 乔生说道 叶总 玉白让我问您 可不可以让安市集团和坤鹏集团合作 共同投资开发这块地皮 他说话柔声细语 让叶坤感觉耳根痒痒的 与安市集团合作 叶坤将目光投向了安玉白 多家公司作为联合主体 共同投资开发一个项目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比如这块地皮 拍卖下来就要300多亿 后面要投资建大楼 建商场 建酒店等等配套设施 至少要投入上千亿 单独一家公司很难单独完成这么大的投资项目 这往往就需要几家公司联合开发 不过 以上情况只是对普通公司而言 叶坤的坤鹏集团并不差钱 一千多亿而已 坤鹏集团完全可以独立开发完成这个项目 如果钱不够的话 他还有审好储备金可以动用 就很无敌 因二 他完全没有必要找一个人来分这个蛋糕 安玉白则是一脸紧张地等待叶坤的回复 这块地皮关系到安市集团的商业布局 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果叶坤不愿意与他合作 那么只能靠公平镜拍了 在叶坤面前 他没有把握可以拍下这块地 叶坤实力雄厚 又不按常理出牌 令他捉摸不透 就在叶坤打算无情拒绝安玉白的合作请求时 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了起来 丁 触发随机任务 选择一 答应安玉白请求 与安市集团合作 共同开发地皮 奖励一 安玉白好感度加十 奖励二 随机抽奖机会一次 选择二 拒绝安玉白请求 独立开发地皮 奖励100元 惩罚 安玉白好感度到30 好家伙 答应了合作请求 安玉白对他的好感度只提升10点 而拒绝了合作请求 安玉白对他的好感度要降低30点 有点狠 这个安玉白女神的好感度有点难刷啊 不过 看在系统还赠送了一次抽奖机会的份上 叶坤还是决定答应安玉白的合作请求 毕竟 现在他已经不差钱了 多赚一点 少赚一点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反而是刷女神的好感度 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于是 叶坤朝安玉白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与安氏集团合作 这让安玉白不由输了一口气 绝美的容颜上也微微绽放出一抹笑容 美艳动人 叶总报价350亿 还有人出更高价吗 拍卖师将目光投向了国内几个大集团公司的老总 360亿 第一排座位的一个地产大佬不甘示弱 将价格拔高到了360亿 一副是在必得的架势 388亿 叶坤淡然道 再次提高报价 毫无压力 这次拍卖资金全部来自神豪储备金 他有意义照神豪金 谁能斗得过他 就算是全世界所有地产大佬联合起来竞拍 叶坤也能将他们全部摁在地上摩擦 摩擦 再摩擦 有超能力 就很无敌 没有对手 所向披靡 卧槽 叶总已经报价388亿了 再次刷新了魔都帝王的价格 何止是刷新帝王价格 已经高出100多亿了 牛逼 叶总简直毫无人性 叶坤爆出388亿天价的时候 现场一片哗然 震惊 炸裂 这场顶级拍卖会真的是龙争虎斗 竞争太激烈了 然而 叶总却可以独领风骚 一支独秀 秀 是你吗 叶总果然好气魄 我们放弃这次竞拍 最后一个地产大佬 也是无奈摇头 放弃了继续加价 承让承让 叶坤笑道 388亿一次 388亿两次 388亿三次 成交 拍卖师一锤定音 宣告了新的魔都帝王诞生 卧槽 新帝王诞生了 叶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5555 叶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6666 叶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7777 叶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8888 叶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9999 魔都新帝王诞生的瞬间 崇拜值超级暴击疯狂出现 叶坤狠狠收割了一波崇拜值 在场的大量富豪 名媛 及那些社会名流看向叶坤的眼神 都带上了一股崇拜之色 叶总太好了 无敌 接着 现场又接连拍了几件贵重物品 叶坤都没有出手 算是给其他人留一点机会 接下来 我们要拍卖的是一串非常贵重的珠宝项链 叫做仙女之类 拍卖师开口说道 同时 展台上展示出了一款绚丽无比的珠宝项链 这款项链一出现 现场所有的名媛贵妇全部疯狂了 双目全部在放光 仙女之类 是由世界珠宝艺术大师创作 独特的模块化杰作 这件珠宝的钻石由一枚重达507.55克拉 纯净台片的库里南遗产 钻石原石切割而来 设计师融入了龙国元素的蝴蝶 翡翠 白玉等 整条项链通过珠串构成 可重新组合的结构 拥有多达27种不同的佩戴方式 传说这款项链 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可以让佩戴上它的女人光彩照人 充满了魅力 仙女之类 起拍价8亿 这是目前为止 起拍价最高的一款珠宝首饰 但是 这依旧阻挡不了一些名媛贵妇的疯狂 现场也有一些超级富豪 想要拍下这串珍贵的珠宝项链 送给心仪的女人 10亿 很快 就有一个贵妇叫出了10亿的价格 11亿 12亿 13亿 来自澳城的赌王之女和女士 报价13亿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价 拍卖师目光扫是全场 20亿 叶坤淡然开口 再次出击了 这款项链是出自龙国珠宝大师之手 设计独具匠心 融入了很多龙国的元素 在其中 全球独一无二 值得拍下来收藏 关键是 它不差钱 叶坤20亿的报价一出 全场再次震惊 20亿价格 已经刷新了珠宝项链的历史拍卖最高纪录 拍卖厅中 澳城赌王最小的孙女 用一种忧怨的眼神 望着叶坤的帅气背影 就很气 叶坤居然和他竞拍这款仙女之类珠宝项链 21亿 赌王孙女再次加价 颇有一种赌气的意思 同时 他也想和叶坤叫板一下 从小到大 他就是和家的掌上明珠 最受宠的小公主 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他看上的东西 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 30亿 叶坤再次举牌 淡然开口 抱歉 他看上的东西 不会轻易让出去 不管对方是谁 除非他心情好 若是对方让他开心了 他白送都没问题 否则 谁来了都不好使 叶先生报价30亿 还有人报更高价吗 拍卖师目光扫视全场 然后看向了赌王的孙女 赌王孙女气得直跺脚 盯着叶坤那帅气的背影 翘脸气鼓鼓的 不过 现在他拿叶坤一点办法都没有 30亿的价格 让他也不敢轻易再提高报价 30亿一次 30亿两次 30亿三次 成交 拍卖师一锤定音 叶坤以30亿价格 拿下了仙女之类珠宝项链 现场的那些名媛贵妇 看向叶坤的眼神都变得炽热 要是叶坤可以将这串仙女之类送给他们 那么他们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光彩夺目的女人 不过 那叶坤似乎有点冷酷啊 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 才配得上这串仙女之类 先生们 女士们 今晚最后一件拍品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拍品 马上就要登场了 没错 今晚最后一件拍品 就是十二生肖龙首铜像 拍卖是用激动人心的声音 开口说道 与此同时 大屏幕上也开始播放龙首雕像的信息资料 龙首铜像是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之一 原本是圆明园海燕堂外的喷泉一部分 是乾隆年间的红铜筑像 火哨圆明园后 龙首铜像及其他铜像开始流失海外 目前已经回归的有五件 即牛首 猴首 猴首 猪首 猪首 马首 都以购买方式购回国内 鼠首与兔首因为在家世的被拍卖而被炒得沸沸扬扬 另外的蛇首 羊首 鸡首 狗首铜像 则至今下落不明 十二生肖龙首铜像起拍价三亿 现在开始竞拍 随着拍卖师话音刚落 一个个爱国人士竞相开始了拍卖 今天 有不少富豪是专门为了这个龙首铜像而来拍卖会的 五亿 八亿 十亿 十二亿 港岛的霍公子出价十二亿 还有没有人报价更高 十五亿 澳城的河公子出价十五亿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价 十六亿 港岛霍公子再次报价 将价格提升到了十六亿 这个价格 对铜首雕像来说已经是一个历史高价了 这次他竞拍龙首雕也不是为了个人收藏 而是为了献给国家 港岛的霍公子出价十六亿 还有人报价更高吗 拍卖师目光扫视全场 一百亿 叶昆举牌 淡淡开口 直接将龙首铜像的报价 提升到了一百亿 一百亿的报价一出 全场一片死寂 龙首铜像本身并没有太大价值 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意义 十二铜首雕像是属于龙国的 必须回归祖国 何况这次拍卖的是龙首雕像 更是意义非凡 先把龙首拍回来 勾引出其他同手雕像 然后再想办法搞回来 或拍或抢 都必须物归原主 叶先生报价一百亿 还有没有人出价更高 拍卖师目光扫视全场 然而 这次没有人回应 一百亿 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 即便是为国家做贡献 拿出一百亿也是十分肉痛的 而且 叶昆本身也是龙国人 让其他人也没有了继续竞价的意愿 一百亿一次 一百亿两次 一百亿三次 成交 随着拍卖师一锤定音 叶昆以一百亿的天价 拍下了十二生肖龙首铜像 这时候 叶昆站了起来 缓缓开口 说道 我愿意将十二生肖龙首铜像 归还给国家 请拍卖方联系国家相关部门 物归原主 此话一出 所有人全部起立鼓掌 全场掌声雷动 久久不息 啪啪啪啪啪啪 现场众人 无论是富豪名媛 还是社会名流 亦或是那些普通的工作人员 全部向叶昆投去了崇敬的目光 拍下十二生肖龙首铜像 捐献给国家 这种爱国精神值得人尊敬 丁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 加加66666 丁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 加加77777 丁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 加加88888 丁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 加加9999 崇拜值超级暴击疯狂出现 这一刻 崇拜值疯狂增长 丁 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任务 将十二生肖龙首铜像拍下 捐献给国家 丁 宿主获得龙国声望 尊敬 声望等级可以分为冷淡 忠立 友善 尊敬 崇敬 崇拜 拍卖会刚刚结束 马上就有一名女记者过来采访叶昆 叶先生 请问您为什么会花费一百亿天价拍下十二生肖龙首铜像 并捐献给国家 您是怎么想的 这名女记者用一脸崇拜的眼神 盯着叶昆那帅气的脸庞 国宝无价 龙首铜像是属于龙国的 必须回归国家 叶昆淡然道 以前 他能力有限 现在他有超能力了 就应该贡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将十二生肖龙首雕像拍卖回来 归还给国家 就是他能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事情 叶先生 如果您下次再碰到十二生肖龙首雕像 还会考虑将其拍下 送还给国家吗 女记者又问道 十二龙首雕像中的 蛇手 羊手 鸡手 狗手铜像 至今下落不明 只要出现国宝下落 不管什么价格 我都会让国宝重回祖国 叶昆说道 拍下龙首只是第一步 后面他会有各种手段 将遗失在外的铜手雕像给弄回国内 被抢走的国宝 不排除再抢回来 叶昆刚接受完女记者的采访 安玉白女神就迎面朝他走来 叶总 你真的同意与安氏集团合作 共同开发那快递皮吗 安玉白美眸盯着叶昆 问道 他神色依旧冰冷 但那绝美的容颜给他加分了不少 没错 昆鹏集团可以与安氏集团进行合作 至于具体的合作事宜 你可以找秦总裁相谈 叶昆开口 对安玉白说道 他只负责花钱 负责爽 具体的商业合作 还是要找女总裁谈 安玉白见叶昆没有骗他 真的同意与安氏集团进行商业合作 共同开发那快递皮 不由露出了欣喜之色 他美眸不由感激地看了叶昆一眼 觉得这个男人其实还挺有魅力的 有颜值 有实力 又霸气而且能够说到做到 叶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与安氏集团进行商业合作 叶 女神级美女安玉白对宿主的好感度加持 叶 女神级美女安玉白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了30 叶 奖励一次随机抽奖机会 不错 安玉白对他的好感度提升了一些 虽然离60点好感度的及格线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总算取得一些进展了 系统 我要抽奖 叶昆在心中默念 决定先用掉这一次的抽奖机会 顿时 他的大脑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彩色轮盘 轮盘格子上面有着各种各样的奇特宝物 服务类 女神级管家一个 女神级贴身保镖一个 校花级贴身女仆两个 还有什么 欢迎亮载来补充 功能卡 美颜卡一张 幸运服一张 霉运服一张 桃花服一张 好感度礼物 一个赞 灵感胶囊 一个信 洒花 大神认证 技能类 金枪不倒技能 无敌肾 格斗术 剑术 亮仔们 想在抽奖轮盘中看到什么奖品 可以在这里留言 作者会不定期从留言之中挑选合适的奖品 轮盘里面的各种奖励令人眼花缭乱 叶昆见了都不由十分心动 好想全部都要啊 宿主是否开始选择抽奖 系统提示道 开始抽奖 随着叶昆一声令下 脑海中的那个巨大彩色轮盘开始缓缓转动 然后速度越来越快 化为一个巨大的旋风轮 停 彩色轮盘的速度由快转慢 渐渐停了下来 指针落在了一个物品之上 叮 恭喜宿主获得美颜卡一张 说明 使用了美颜卡 相当于使用了美颜相机一般 可以消除熔岩上的瑕疵 提升颜值 没有抽到金枪不倒 无敌肾这种神技 有点小遗憾 不过 美颜卡 也是好东西 如果给一个笑话顶级的美女使用美颜卡 就可以直接将它的颜值提升到女神级 普通人使用了美颜卡 也相当于使用了美颜相机一般 这个对颜值的提升实在太明显了 要知道 平时那些很普通的女子 使用了直播的美颜功能 一个个都变身成为了美女 可见这种美颜功能的强大 拍卖会结束之后 接着在酒店宴会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酒会 之前参加拍卖会的众多富豪名媛 明星和社会名流大多都参加了 想要趁此机会 结识叶坤的附加千金和名媛明星有不少 很快 就有一个性感妖娆 身材火辣的美丽身影 迈着大长腿走向了叶坤 他就是今晚在拍卖会上现唱的性感歌后 王静彤 叶先生 不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荣幸 邀请您跳一支舞呢 王静彤笑道 娇媚动人 他看向叶坤的眼神中是掩饰不了的欣赏和崇拜 叶坤是他见过最豪气 也是最霸气的男人 今晚的拍卖会 叶坤 豪气甘云 栗战群雄 独领风骚 震惊助了所有人 更是另无数名媛千金 暗中为之痴迷 丁 检测到一个女神级美女 姓名 王静彤 胭脂 96 女神级 身高 172 三围 87 60 91 胸围 三四弟 初始好感度 30 性格特征 天籁之音 性感娇媚 又纯又欲 王静彤不愧是当红个星 果然是女神级美女 颜值高达96 不过 她最出众的 其实不是颜值 而是身材和声音 她的身材前凸后翘 性感妖娇 有一股令人 忍不住未知着迷的魅力 她的声音婉转动听 仿佛天籁之音 听她说话 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和享受 虽然她身材性感妖娇 但是长相偏偏 又非常的清纯甜美 又纯又欲 这绝对是一个极品女人 丁 女神级美女王静彤 受到宿主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魅力光环影响 好感度加20 丁 女神级美女王静彤 受到宿主霸道总裁身份光环影响 好感度加30 丁 女神级美女王静彤 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了80 丁 女神级美女王静彤 对宿主的好感度高于60 奖励宿主体制加10 丁 恭喜宿主体制提升到68 力量41 敏捷43 体制68 精神45 一瞬间 叶坤感觉体内被注入了一股神奇的能量 体制再度提升 现在她的体制已经是普通人巅峰状态的6倍还多 简直无敌 而且受到魅力光环和身份光环的影响 性感歌后王静彤对她的好感度暴增 好家伙 好感度直接提升到了80点 要知道 一旦好感度达到90点 美女就会主动到追她 丁 触发随机任务 接受女神级美女王静彤跳舞邀请 获得神级舞技 卧槽 还奖励神级舞技 叶坤果断接受了王静彤的跳舞邀请 王静彤露出娇媚一笑 主动伸出一只玉手 让叶坤牵着 叶坤也不客气 牵着她手走到了舞池中央 丁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接受了女神级美女王静彤的跳舞邀请 丁 奖励宿主神级舞技 一瞬间 叶坤就掌握了各种舞技 而且融会贯通 直接达到了神级 她不但会跳各种交际舞 而且还会跳街舞 民族舞 古典舞 简而言之 所有舞蹈 她仿佛天生都会一般 就很全能 当叶坤的手搂住王静彤那柔软的柳腰时 她整个人的神态和眼神完全变了 宛如化身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者 不 她就是舞神 这一刻 她仿佛经营舞到数十年一般 舞技已经如火纯青 达到出身入化的境界 而王静彤毕业于龙京音乐学院 从小就学习音乐和舞蹈 更是坚持每天练习瑜伽 她身体柔软度惊人 仿佛柔弱舞骨一般 两人在舞池之中翩翩起舞 动作优美 积压全场 惊艳助了所有人 虽然都是平平无奇的舞蹈动作 但是却妙不可言 想不到叶总不但英俊潇洒 而且多才多艺 连舞蹈都跳得这么好 简直是专业级的 叶总这舞蹈水平 何止是专业级的 简直殿堂级的 出神如化 令人叹为观止 性感歌后王静彤也跳得很好 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简直美不胜收 令人赏心悦目 丁 获得崇拜值暴击加666 丁 获得崇拜值暴击加777 丁 获得崇拜值暴击加888 叶坤没有想到跳个舞 都能收割一波崇拜值 叶总 您的舞蹈跳得真好 连我都自愧不如呢 王静彤娇曲贴近叶坤 在他耳边吐气如蓝 低声说道 他真的被叶坤的舞级经验到了 每个舞步都踩得十分精准 而且可以轻松带动他 与叶坤跳舞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仿佛放飞了自我 叶坤不但是一个神豪 连舞蹈的造诣都如此高深 让他惊叹不已 好感度大增 丁 女神级美女王静彤 被宿主的舞级经验到 好感度加5 丁 女神级美女王静彤 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了85 你的舞姿也很美 而且身体很柔软 叶坤手掌按在王静彤的流腰上 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王静彤对他的好感度高达85 即便是有些亲密的肢体接触 讲一些暧昧的话也没什么关系 何况他们现在是在跳交集舞 有一些亲密的肢体接触也是十分正常的 我从小学习舞蹈 而且每天练习瑜伽呢 身体自然是柔韧性十足 王静彤露出娇媚一笑 趴在叶坤耳边低声说道 叶总有机会您可以亲手指导下我的舞蹈动作 呵呵他这话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叶坤太单纯了 表示不是很懂 很快这一支舞就跳好了 然后十几个名媛千金同时朝叶坤涌了过来 莺莺艳艳艳 各个花枝招展都要邀请他跳舞 这里面就包括了来自澳城的赌王孙女 现在叶坤俨然成为了一个香波波 他年轻有为 是千亿集团的董事长 而且英俊潇洒 十分霸气 舞技还出神如画 简直是大部分女生的梦中情人和理想伴侣 这么多名媛千金同时邀请叶坤跳舞 这令他感到十分为难 似乎答应哪一个都不好 乱花坠入迷人眼 就很烦 很枯燥 这时 那个来自港岛的富家千金刘玉轩走到叶坤身边 仔细地上下打量起他来 叶坤 你是叶坤表哥吗 突然刘玉轩眨着美眸 开口问道 咋回事 咋还突然认起表哥来了 叶坤则是一脸猛逼 十分疑惑 他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表妹啊 叶坤表哥 我是港岛的刘玉轩 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呢 你忘了吗 刘玉轩一脸认真的说道 叶坤比照片上摔多了 令他一时间都不敢相认 我还抱过你 来自港岛 刘玉轩 叶坤仔细想了想 他家在港岛似乎只有一个远房亲戚 有多远呢 好像是他姑婆那个分支的 就是他外公的妹妹的后代分支 他们搬到港岛之后 先是当了牙医 后来有人经商 做房地产 做贸易 搞金融 逐渐发展成为了港岛的富豪家族 表哥 你想起来了吗 我六岁那年 跟着父母回老家探亲 你还夸我可爱 捏我脸蛋 抱过我呢 刘玉轩一脸激动地说道 呃 六岁的时候抱过你都记得 叶坤是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了 表哥 我有你照片 你看 刘玉轩拿出手机 翻出了照片 照片总共有两张 其中一张是小时候两人的合照 照片中 一个肉嘟嘟粉嫩嫩的小女孩 骑在一个帅气少年的脖子上 那个小女孩自然就是刘玉轩 而那个帅气少年就是叶坤 另外一张照片是叶坤去年才在魔都拍的 第二张照片是姨妈给我的 让我到了魔都后来找你 不过你真人比照片要帅多了 我差点没认出来 刘玉轩激动道 哦 我想起来了 小萱萱 你小时候长得像个瓷娃娃一样 非常可爱 也很傲娇 我就经常捏你的脸蛋 而且确实抱过你 还把你扛在脖子上 叶坤笑道 终于想起来刘玉轩是谁了 真是女大事八变啊 小时候胖嘟嘟 粉嫩嫩的小萱萱 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 亭亭玉丽的笑话级美女 表哥 你终于想起小萱萱了 刘玉轩激动的一把抱住了叶坤 叮 笑话级美女刘玉轩与你久别重逢 对宿主好感度加60 叮 笑话级美女刘玉轩 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了70 叮 笑话级美女刘玉轩 对宿主的好感度超过60 奖励精神加10 叮 恭喜宿主的精神提升到了55 力量41 敏捷43 体质68 精神55 一瞬间 叶坤仿佛脑中 被注入一股神奇的能量 感觉精神抖擞 神采奕奕 而且 她的感知力也大大提升了 刘玉轩紧紧抱着她 胸前那两团柔软触碰 挤压进她的身体里 感知特别清晰 特别明显 嗨嗨 小萱萱 你这次来魔都是做什么 叶坤松开刘玉轩的怀抱 问道 爷爷病倒了 医生说需要百年人参做药业 我才来魔都参加这场拍卖会的 刘玉轩说道 她是家里的独女 因为这次来竟拍百年也人参的重任 就交到了她的头上 哪知道 叶坤表哥才大气粗 是一个超级神豪 直接以十亿的价格拍走了那猪百年也山参 你爷爷病倒了 需要百年也山参做药业 那我把那猪也山参送给你好了 叶坤说道 不不不 太贵重了 只要切下一小根当药业就够了 不需要整个也山参 刘玉轩连忙掰手说道 叶坤哥哥 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刘玉轩朝叶坤甜甜一笑 说道 她身份是港岛的豪门千金 但是在叶坤面前更像是一个邻家小妹 甜妹 可爱 清新脱俗 跳舞当然可以 不过 你不是应该叫我表哥的吗 叶坤笑道 之前 刘玉轩还叫他表哥 现在突然又改叫哥哥了 虽然我们家是表情关系 但是都隔了好几代了 我还是叫你叶坤哥哥吧 刘玉轩倔强地说道 那好吧 你喜欢叫哥哥就叫吧 叶坤笑笑 也就由了他 想到小时候还抱过刘玉轩 捏过他那肉嘟嘟的小脸蛋 不由感觉挺有趣的 真是单纯而美好的回忆啊 很快 叶坤就和刘玉轩在舞池之中 翩翩起舞了起来 叶坤哥哥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魔都 你可要陪我出去好好逛逛呀 刘玉轩眨着美眸 说道 今天时间有点晚了 明天陪你出去逛吧 叶坤说道 好的 叶坤哥哥 刘玉轩乖巧点头 对了 你酒店房间预定了吗 要我给你安排吗 叶坤问道 不用了 来之前就已经预定好房间了 刘玉轩笑道 那就好 叶坤点头 两人边聊天边跳舞 就很随意 叶坤也没有展示神级舞技 轻轻松松 很快 一支舞就跳好了 刚回到休息区 叶坤又被那些名媛给包围了 大多是过来邀请他跳舞的 有的是过来向他要联系方式的 也有悄悄给他塞小纸条的 还有那种更大胆的 直接约他到酒店房间斗地主 这些人中有附加千金 有国际名模 有影视明星 甚至还有豪门贵妇 他们大多是真正的名媛 出身不凡 身价不菲 并不是网上流传的那种 拼单名媛 甲名媛也进不了 这种规格的酒会 他们颜值普遍都不低 至少都有七八十分 班花级别的都有不少 但是 能够达到校花级和女神级的 数量还是少数 最近 叶坤的段位拔高了 身边围绕了不少校花级 和女神级的美女 但这并不是说 校花级和女神级的美女很常见 只是他拥有了超能力 和总裁身份之后 比较容易碰上高颜值美女罢了 就像一个国服游戏高手 他碰到的大多都是国服 那个层次的对手 而青铜玩家 匹配到的大多也是青铜玩家 颜值九十分以下的妹子过来搭讪 叶坤一般都是礼貌性的拒绝了 他拒绝了好几个名模 女明星和附加千金 都是因为颜值 没有达到校花的门槛 那些国际名模 身高气质自然是顶级 但是颜值这一块就不敢恭维了 基本都达不到校花级的标准 还有平时看上去光彩招人的女明星 其实大多也没有达到系统评判的校花级 系统在把关这方面 帮他卡得死死的 这样的系统就很棒 虽然叶坤拒绝了好几个名媛的跳舞邀请 但是仍旧有一人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叶坤 她就是澳城赌王的孙女 今天叶坤可是在仙女之类的竞拍环节中 将她镇压了 这让她很不甘心 同时还有点不服气 从小到大 她都是最受宠的小公主 凭什么在叶坤这边要吃亏 叶先生 我们可以跳支舞吗 何芷熙走到叶坤面前 开口说道 她相信以她的容貌气质 还有身份背景 叶坤肯定不会拒绝她 丁 检测到一个校花级美女 姓名 何芷熙 颜值 94 校花级 身高 168 三围 84 62 89 雄围 34B 初始好感度 负50 性格特征 任性 傲娇 野蛮 4 叶坤不由道吸了一口冷气 她不过是在竞拍中压了这个何芷熙一头 对方对她的好感度居然降到了负50 这是叶坤目前为止 遇到对她好感度最低的一个美女 果然 这就是一个任性 傲娇被宠坏的豪门千金 丁 何芷熙受到宿主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魅力光环影响 好感度提升20点 丁 何芷熙受到宿主霸道总裁身份光环影响 好感度提升10点 丁 笑花级美女何芷熙对宿主好感度提升到了负20点 好吧 何芷熙受到魅力光环和身份光环的双重影响之后 对她的好感度依旧为负数 叶先生 我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 何芷熙见叶坤没有马上回答她 表情不由有些韵怒 虽然叶坤挺帅挺有魅力的 但是她不喜欢不顺从她的男人 抱歉 何小姐 我刚才跳舞有点累了 想要休息一会 叶坤摇头 直接拒绝了何芷熙的邀请 笑话 你对我好感度为负 还想让我用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 不可能 叶坤从不委屈自己 她也不会为了刷好感度而去做舔狗 那样 还有什么神豪的逼格 刷好感度 要靠男人自身的魅力 而不是靠舔来的 你 你 你居然敢拒绝我的邀请 何芷熙见叶坤直接拒绝了她 露出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这还是第一次 有男人敢当面拒绝她 她感觉受到了羞辱 也很生气 她堂堂懊成赌王的孙女 放下身份主动邀请对方跳舞 居然会被拒绝 太不可思议了 难以置信 何小姐 我为什么不能拒绝你邀请 叶坤笑了 她刚刚都拒绝了好几个名媛的邀请了 不差何芷熙一个 赌王孙女很了不起吗 她不想陪何芷熙跳舞 难道还有人能逼迫得了她不成 什么叫做财富自由 低层次的财富自由 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用去考虑价格 而高层次的自由 是不想干什么 就可以不干什么 没有人可以逼迫她 叶坤觉得 她现在就处于这个层次 可以不想干什么 就不干什么 所以 她拒绝了和芷熙的跳舞邀请 就很随意 随心所欲 不用看谁的脸色 这才是一个超级神好的自我修养 何小姐 我为什么不能拒绝你 叶坤的一句反问 令何芷熙无言一对 对呀 叶坤为什么不能拒绝她 首先 叶坤不图她财 因为叶坤比她更有钱 其次 叶坤也不图她色 因为叶坤身边不乏女神及美女 最后 叶坤也不惧她何家的权势 因为叶坤的身份是 坤鹏集团的大老板 权势未必比她何家弱 正所谓无欲则刚 叶坤对何芷熙没有欲求 因而并不需要给她脸面 她可以凭自己喜好形式 愿意接受邀请就接受 不愿意接受邀请就拒绝 就很自在 无所顾忌 叶坤想不干什么 就不干什么 没有人可以强迫她 何芷熙在家被宠坏了 任性 傲娇 野蛮 但是 在这边叶坤可不会宠着她 更不会去舔她 叶坤拒绝她 她也没有任何办法 何芷熙第一次发现 她居然也有拿一个人没办法的时候 以前那些接近她的男人 要么是涂她家里的才合适 要么就是涂她的美色 因二 她可以给那些男人摔脸色 耍千金大小姐的脾气 但是 这一套在叶坤面前完全没有用 突然 她发现叶坤这种霸道 有个性的男人 其实才是最有魅力的 与她之前所遇到的 所有男人都不同 那些舔狗只会招人烦 而叶坤这种霸道 有个性的男人 才能镇压她 征服她 给她不一样的冲击 丁 笑花级和芷熙 对宿主的好感度加十 丁 笑花级和芷熙 对宿主的好感度加十 丁 笑花级和芷熙 对宿主的好感度加十 丁 笑花级美女 和芷熙对宿主的好感度 提升到了十点 一瞬间 和芷熙对叶坤的好感度 就提升了三十点 这将叶坤给整猛逼了 怎么拒绝了她 反而还提升了好感度 难道这些附加千金 都有受虐倾向不成 和小姐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叶坤问道 并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 我 我还想问下 你会怎么处理那条仙女之类项链 和芷熙想了想 问了个她十分关心的问题 叶坤以三十亿天价 拍下了仙女之类项链 这恐怕是拍卖史上 价格最高的一条珠宝项链了 她会收藏这条项链 等待生枝 还是将这条珍贵项链 送给自己心仪的女人 先收藏着吧 如果我觉得有哪个女人 适合佩戴这条项链 那我就会送给她 叶坤淡然说道 我懂了 如果叶先生来澳城的话 可以来找我玩 和芷熙说着 就优雅地转身离开了 虽然叶坤拒绝了她 但是她并没有恼羞成怒 反而对叶坤刮目相看起来 你懂什么 叶坤摇了摇头 并不觉得这个任性傲娇的大小姐 能够懂得什么 就在这时 女神级美女杨一俊迈着大长腿 朝叶坤走了过来 她是目前唯一对叶坤 好感度高达95的女神级美女 叶坤 你拒绝了何千金的跳舞邀请吗 杨一俊问道 那个傲娇的何家千金 似乎在叶坤这边碰壁了 没错 今晚拒绝好几个名媛了 这或许就是太受欢迎的烦恼吧 叶坤打句道 今晚 她拒绝了好几个富家千金 名模名星 甚至还有几个贵妇 她明明有吃软饭的能力 偏偏要靠硬实力 就很枯燥 那我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 杨一俊美眸盯着叶坤 笑道 在她眼中 这个男人拥有着无限的魅力 当叶坤跳下泳池救下她 第一次为她做人工呼吸的时候 她就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 现在 更是对她深深迷恋 不可自拔 不可以 叶坤摇头 杨一俊惊愕 叶坤居然连她都拒绝了 难道她不配吗 她内心一下就百感交集 各种情绪涌上心头 险些晕倒过去 你不可以邀请我 因为我要邀请你跳一支舞 这时 叶坤确实朝杨一俊伸手 笑道 杨一俊女神 你愿意陪我跳一支舞吗 男人该主动的时候就要主动 该有的风度不能少 我 我愿意 杨一俊又惊又喜 立马就点头同意了 叶坤太坏了 她还以为叶坤真的拒绝了她 这心情真是大起大落 小心脏都有些受不了了 不过 叶坤能够主动邀请她跳舞 让她很开心 叶坤牵着杨一俊的手 走到了舞池中央 她的手 很自然地搂住杨一俊的鲜鲜细腰 入手柔软无比 手感很妙 杨一俊不愧是颜值高达96的女神级美女 她化容月貌 禽兽峨眉 樱桃小口 肤如凝枝 身材更是恶诺多姿 美艳不可放物 叶坤搂着她在舞池之中翩翩起舞 犹如一对神仙眷侣 美不胜收 尤其是 叶坤施展出神级舞技 踩着精准的舞步 带着杨一俊跳出各种曼妙舞姿 经验全场 叶坤 想不到你舞蹈跳得这么棒 都将我带飞了 杨一俊娇躯贴近叶坤 在她耳边吐气如蓝 她的舞技只是业余级别的 但是与叶坤一起跳舞 脚步变得轻盈了 犹如一只精灵一般翩翩起舞 自由自在 灵动无比 整个人都被带飞了 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叶坤和杨一俊跳舞的时候 有一双美眸却是一直注视着她 她就是女神级美女胡于奇 真正的豪门千金大小姐 叶坤的魅力还真不小呢 连杨一俊都被她迷住了 胡于奇美眸盯着叶坤 眼中一彩连连 今晚 叶坤在拍卖会上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地位 基本上 凡是她看中的拍品 全部都被她拍下了 她不出手则已 出手就是一击必中 一鸣惊人 震惊全场 十亿拍下国宝及百年野山深 五亿拍下了珍贵的天之环翡翠手镯 三十亿拍下了仙女之类珠宝项链 一百亿拍下了一块不知名的钛合金金属 另外 她还花一百亿拍下国宝十二生肖龙手铜像 献给了国家 而且 她还以三百八十八亿的天价 拍下魔都中心地段的一块商业宝地 刷新了魔都帝王的价格 一举拿下了新帝王的头衔 凡是她出手的每一项拍卖 都创造了拍卖史上的最高价记录 恐怖如斯 谁与争风 叶坤一人在拍卖会上砸出去的钱 就已经接近千亿了 简直毫无人性 闻所未闻 她无疑成为了全场最受瞩目的焦点人物 叶坤的身份也非同寻常 是坤鹏集团的幕后大老板 不仅如此 她还英俊潇洒 帅气不凡 风度翩翩 身上时刻散发着一股令人无法抵挡的魅力 对 就是这该死的魅力 令她都忍不住未知着迷 她也算是见过许多顶级的年轻俊杰 有魔都的 有仙都的 有妖都的 还有龙晶的 那些年轻俊杰皆是出身不凡 出类拔萃 但是与叶坤一比 都要逊色不少 在这个酒会上 叶坤无疑成为了全场最受女人欢迎的男士 前前后后共有二十多个名媛邀请叶坤跳舞 这里面有附加千金 有影视明星 有国际超模 还有豪门贵妇 都是颜值和身材俱佳的美女 而且许多都出身名门 身价不菲 可是 他们大多被叶坤拒绝了 包括那个骄傲无比的澳城赌王和家的千金 叶坤一共和三个人跳了舞 分别是性感歌后王静彤 港岛豪门千金刘玉轩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现在正和叶坤跳舞的那个杨怡俊 这三个女人 至少都是校花级美女 个个都不简单 一个有魅力的优秀男人 身边有美女环绕 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只有平平无奇的人 才会无人问津 对此 胡于奇并不觉得奇怪 别看叶坤身边美女如云 却未必有一人可以将她成功拿下 通过观察 她发现叶坤和王静彤 刘玉轩只是普通关系 但是 她和杨怡俊的关系就明显亲密了许多 两人眉目传情 耳边思摩 很有问题 这让胡于奇感觉到了一丝危机感 她风姿卓绝 美艳动人 能入她的眼的男人很少很少 她很难对一个男人动心 但是 今晚她偏偏就对叶坤动了心 没错 她动心了 不知不觉中就被叶坤吸引了 无法解释 就很无解 虽然这不一定就是爱 但是她确定自己是动了心 于是 她决定主动出击 无论是身材 颜值 才华 还是家世 我都不比那个杨怡俊差 凭什么站在叶坤身边的那个人不是我 胡于奇心中反而生出了一股好胜心 当叶坤和杨怡俊跳完一支舞 正打算一起离开宴会厅时 一道阿诺多姿的曼妙身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叶先生 我有一个大项目想和你谈一谈 方便单独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胡于奇朝叶坤妩媚一笑 美艳绝伦 她不愧是系统评分高达97的女神级美女 风姿绰约 欲解范十足 一贫一笑皆是充满了风韵 而且 她并没有像其他名媛一般 直接邀请叶坤跳舞 而是以谈项目的名义 要单独和叶坤谈话 这就令得叶坤无法拒绝 叶坤抱歉地看了杨怡俊一眼 而后和胡于奇一起走到了宴会厅的一个安静区域 胡于奇女士 您想和我谈什么合作呢 叶坤问胡于奇道 她和胡于奇的交流其实并不多 只在拍卖会上简单聊了几句 但是 胡于奇的容貌气质 确实很吸引人 而且 她能够坐在拍卖会的二号座位 显然身份来历很不简单 叶总 你不要称呼我胡于奇女士 这样太见外了 你叫我于奇或者琪琪都可以 胡于奇娇称道 显得风情万种 行 于奇 那你也别叫我什么叶总 叫我名字 叶坤好了 叶坤笑道 胡于奇的笑容有一股魔力 让人忍不住的想要亲近他 好的 叶坤 你拍下了那快魔度的帝王 要建起一个商圈 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复杂项目 需要有几个得力的合作伙伴 我们胡诗地产在商业地产的运作上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也想联合安市集团与你的昆鹏集团 进行合作开发 你看如何 胡于奇美眸盯着叶坤 说道 那快地皮的开发运作 我已经全权交给了秦岚总裁 你要合作的话可以找秦总裁 叶坤说道 他只负责花钱 赚钱的事还是得交给手下的能人 那还有一件事 今天你在竞拍天之环翡翠手镯的时候 恐怕已经得罪了皇室集团的女总裁 黄玉莹 胡于奇眨了眨美眸 说道 黄玉莹竞拍天之环翡翠手镯 是为了当作针点之宝 结果被叶坤给搅黄了 那又如何 叶坤笑笑 不以为意 竞拍竞拍 就是架高者的 他不怕得罪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和安玉白都是黄玉莹的商业竞争对手 我们正在投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 打算引进一个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呢 胡于奇对叶坤说道 谈事情的时候 他身上又显现出了一股霸总的气势 别有一番滋味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在叶坤脑中响了起来 叮 触发一个随机任务 与胡于奇进行商业合作 叮 触发一个随机任务 与胡于奇进行商业合作 任务奖励一 女神极美女胡于奇好感度加十 任务奖励二 随机抽奖一次 呃 叶坤微微一愣 居然触发了一个系统任务 那么他还真不能拒绝胡于奇的合作请求了 更何况 他对胡于奇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虽然胡于奇是豪门千金 但是对待他却是没有半点那种大小姐脾气 而且 胡于奇身上这股欲介范 很吸引人 很对他的胃口 投资什么样的购物中心 叶坤露出一副感兴趣的模样 问道 景欲购物中心 胡于奇露出娇美一笑 说道 景欲购物中心是他和安玉白 长月西三个闺蜜一起投资的大型购物中心 景欲购物中心 叶坤疑惑 或许是因为他很少出去购物吧 并不知道这个景欲购物中心 景欲购物中心就在南京路步行街 我们已经投资建设完第一期项目 现在打算投资第二期项目了 走 我带你到我们的购物中心看看 胡于奇美眸盯着叶坤 说道 现在就去 叶坤有点犹豫 他还打算晚上和杨怡俊一起跳双人舞呢 现在出去美市起不是要被破坏了吗 对 现在就去 胡于奇欲解饭十足 做事风风火火 不由分说拉着叶坤就往宴会厅外走 叶坤很无奈 只能任由胡于奇拉着走 杨怡俊见叶坤被胡于奇拉着 就要走出了宴会厅 不由己了 这道嘴的唐僧肉还能被人抢走 不对 这个形容 好像有点不对 但意思是那个意思 他知道叶坤现在很抢手 整个酒会之中的名媛千金 几乎都双目放光盯着叶坤 但是 像胡于奇这样强势杀出 直接拉着叶坤离开酒会的女人 还是第一人 杨怡俊感觉到了一股强烈危机 胡于奇绝对是他的一个强劲对手 对方无论是容貌 身材 还是家世 都丝毫不逊色于他 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叶坤 胡于奇 酒会还没有结束 你们要去哪里 杨怡俊有些不甘心的问道 目光警惕地望着胡于奇 抱歉 我现在要和胡总去谈一个合作项目 叶坤只能对杨怡俊抱歉道 他们真的只是去谈合作项目 不过杨怡俊估计不会相信 对啊 我要和叶总去谈一个上百亿的合作项目呢 胡于奇眉毛一条 用一种胜利者的眼神看了杨怡俊一眼 他知道叶坤和杨怡俊 现在肯定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么 他就要先下手为强 先把叶坤霸占了再说 接着他也不等杨怡俊反应 直接拉着叶坤离开了酒店宴会厅 杨怡俊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感觉就很气 这道嘴的唐僧肉 还真的被人给抢走了 胡于奇就是一只女妖精 居然和他抢叶坤 不过 叶坤这样身价不菲又魅力十足的男人 有女人争抢也不奇怪 就像吃一口就可以长生不老的唐僧肉 哪个女妖精见了会不心动 会不眼馋 他只怪自己下手不够快 没能早早把叶坤拖进盘丝洞 不行 下次抓住机会 一定要和叶坤一起跳舞 胡于奇拉着叶坤的手 直到走进了电梯才松开 怎么 还舍不得走吗 怪我坏了你好事 胡于奇露出一个坏笑 他是欲解型的 拥有一颗蹊跷玲珑心 一眼就看出 叶坤和杨怡俊的关系不简单 但是 两人应该还没到实质性的一步 这也是他选择果断出手的原因 如果叶坤和杨怡俊已经确定关系 那么今天他恐怕就拉不走叶坤了 没什么舍不得的 谈项目要紧 叶坤笑笑 显得云淡风轻 他也是看出来了 胡于奇就是故意要破坏他好事的 这笔账先记着 很快 两人就一起来到了酒店停车场 胡于奇的座驾是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拉法 十分炫酷 价格要好几千万 拉法这种限量版神车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显然 他身价不菲 是一个超级富婆 不过 叶坤也不耸就是 他那辆国产神车 红旗 唐超跑 出厂价就要三千万 无论是外观造型 还是动力性能 都不逊色于法拉利拉法 两人并驾齐驱 从摩都路加嘴快速驶向了外滩方向 由于距离很近 两人很快就将车停到了南京路 步行街附近的停车场 然后 两人一起并肩走向了南京路 南京路是摩都最热闹繁华的步行街 十里洋场 百年建筑 这里留下了太多筷智人口的故事 这里灯红酒绿 人流如潮 依旧是龙国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前面那个就是锦鱼购物中心 胡于其指着前方一个造型时尚气派的巨大商城 开口说道 叶坤心中也是微微惊讶 能在寸土寸金的摩都南京路步行街 开这么大一家购物中心 这投资肯定不小 不过 无所谓 他最不差的就是钱 很快 胡于其就领着叶坤进入了锦鱼购物中心 只见整个购物中心装修的富丽堂皇 极为奢侈 整个购物中心占地面积极广 一共分为三层 入住了许多国际高端奢侈品牌 胡于其带着叶坤在购物中心逛了起来 两人并肩而行 边逛边聊 倒是有点像是男女朋友在逛街一般 叶坤英俊潇洒 魅力无双 胡于其是颜值高达97分的女神 身姿恶挪 更是拥有无敌的美艳玉解气质 他们这一对聚男俩女组合走在一起 在人群中引发了振振惊呼 简直献煞旁人 这里有一家非常不错的高级男装私人定制 我带你去看看 胡于其将叶坤领进了一家高级男装私人定制的门店 怎么样 要不要来几套高级私人定制男装 这里的男装私人定制是全魔都最顶级的 胡于其美眸打亮了会叶坤 开口说道 他见叶坤穿的只是几千块一件的普通潮牌衣服 就建议叶坤来几套高级私人定制男装 像叶坤这种靓仔 穿上高级私人定制男装 魅力还要提升一个层次 好啊 那就定制几套吧 叶坤笑道 反正他不差钱了 多给自己整几套行头也没问题 之前 他是不知道魔度哪里有好的高级私人定制男装 胡于其带他来的地方 贴定不会差 先生 请问您是要全定制 还是半定制 一个美女服装顾问微笑问道 全定制 叶坤回答 服装打算什么季节穿呢 美女服装顾问又道 一年四季各两套吧 叶坤想了下 说道 衣服美季至少要准备两套吧 这是最基本的 然而 听到叶坤的话后 那个美女顾问小手却是不自觉颤抖了一下 用惊恶的眼神盯着叶坤 马克杰克布的高级私人定制 价格是很贵的 从帽子 衣服 衬衫 裤子 最顶级版的一套价格是1523万 一旁的胡于其开口说道 马克杰克布是欧洲一个拥有古老历史的服装品牌 普通人对这个品牌完全陌生 甚至在网上都搜索不到 因为它百年来从未涉及中低端市场 它只面向少部分高端客户 定级富豪才会选择这个品牌的高级定制 四 一套高级私人定制1523万 叶坤也是第一次听闻 不由到吸了一口冷气 这一套衣服的价格 顶得上一套普通的别墅了 这是将钻石黄金穿在身上吗 事实上 还真有这种情况 一些高定服装的面料上面 还真掺和尽了钻石粉和黄金粉 穿在身上闪闪发亮 是迪拜土豪的最爱 土豪的世界只有普通人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在叶坤的脑中响了起来 叮 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大恶消费 奖励一张十倍消费返还卡 消费卡有效期 一天 耐斯 系统的这波助攻 非常及时 消费金额十倍返还 也就是说 今天它消费越多 返还资金越多 就很爽 当然 马克捷克布的高定并非每套价格都那么夸张 根据衣服的不同款式 面料 服料 工艺和设计的不同 价格也会有所差别 但是 这个品牌的高定服装价格就没有低于百万的 胡于其是真正的豪门欠金 对这个很懂 说起来头头是道 这个品牌的高定服装 对普通人来说是天价 但是 以叶坤在拍卖会上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简直不值一提 因二 他才会带叶坤来这里进行私人定制 好贵啊 那一年四季各来五套吧 叶坤说道 你妈 这品牌的私人定制服装也太贵了 那么 多来几套吧 消费资金可以十倍返还 越贵越爽 呃 那个美女服装顾问更是惊恶地张开了小嘴 戴若木鸡 叶坤嘴上说着 衣服太贵 结果又加定了好几套 毫无人性啊 胡于奇却是不显得惊奇 这点消费对叶坤来说 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 接下来 就是对服装的款式 面料 服料 工艺等方面进行挑选 每个环节都无比细致 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繁琐 胡于奇则是给出自己的建议 并十分耐心地帮助叶坤挑选 否则 叶坤光是挑选面料 就要头痛死 然后 就是量体环节 一个欧洲贵妇将叶坤带到了一个小房 进行一番私密量体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私密的事情 就是一些插针动作 一根根银针插在叶坤衬衫上面 然后进行软体测量 直尺测量等 量体之后 还要选择每套服装的设计师 在胡于奇的建议下 叶坤挑选了四个不同的法国著名设计师 来设计四个季节的高定服装 最后 就到了激动人心的付款环节了 先生 您总共定制了四个季节的二十套服装 服装顾问一番计算之后 爆出了最后的价格 先生 您这次定制服装的全部费用是一亿两千万元 当爆出这个价格的时候 那个服装顾问自己都惊呆了 卧槽 定制服装花了一亿两千万 这尼玛普通人都不敢想象 简直毫无人性 二十套高定服装一亿两千万 平均一套价格也就六百万吧 这还是叶昆没有和那些中东土豪一样 选择那些带有钻石粉和黄金粉的面料 否则价格会更加夸张 刷卡吧 叶昆十分淡然地取出了一张黑金卡 今天的消费全部从可支配资金里面扣除 十倍消费返还的话 就可以直接入账十二亿 爽歪歪 定 宿主消费了一亿两千万元 可支配账户余额六亿八千万元 定 消费资金十倍返还 恭喜宿主入账十二亿元 可支配账户余额十八亿八千万元 卧槽 一波操作 直接报复 之前 叶昆可支配资金账户只剩八个亿 现在 一波消费下来 钱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暴涨到了十八亿八千万 就很爽 然后 叶昆转头对胡于奇说道 为了感谢今天你陪我挑选了这么久 现在我会陪你去买买买 陪我买买买 你帮我买单吗 胡于奇美眸一亮 笑道 每一个女人的骨子里面都铭刻着一种狂热基因 那就是疯狂买买买 如果有人可以无限制买单的话 他们甚至可以将整个商场都搬空 今晚 你负责买买买 我来负责买单 你能买多少 全部算我的 如何 叶昆笑道 胡于奇是真正的豪门千金 肯定超级能买 他买的越多 叶昆赚的越多 还可以趁机刷下胡于奇的好感度 何乐而不为呢 你来买单 买多少都算你的 你可不要后悔哦 胡于奇不由双眸发光 笑道 我火力全开 能买到你怀疑人生 虽然他是一个超级富婆 平时也喜欢买买买 但是总归是有所克制的 现在 叶昆这个超级神豪 大应为他买单 这让他不由来了兴致 那你就火力全开 疯狂买买买买吧 只限今天哈 叶昆笑道 胡于奇买的越多 他越开心 于是 胡于奇开始了疯狂买买买之旅 只见他气场全开 走进香奈儿专卖店 指着几件商品 道 这件 这件 还有这件 不要 其余全部打包 胡于奇霸总贩和欲介贩十足 这场面只有在电视电影中才能遇到 直接把香奈儿店的那些服务员震得不轻 然后就是一阵狂喜 叶昆则是淡定无比 今天 胡于奇就是把整个香奈儿店的所有商品都搬空 他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不但不会皱眉头 而且还会很开心 胡于奇在香奈儿店扫完货之后 又去了迪奥 然后是纪范西 普拉达 爱马仕 他几乎将这些奢侈品店的商品 全部一扫而空 疯狂买买买 战斗力惊人 胡于奇以为叶昆会被他的疯狂战斗力惊住 然而 并没有 叶昆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依然淡然自若 叶昆 我想去洛扣专卖店买东西 价格会有点贵 可以吗 胡于奇挽住叶昆的手臂 说道 洛扣 叶昆微微疑惑 他都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难道比香奈儿 爱马仕这些奢侈品还贵 有多贵 叶昆问道 他不怕贵 就怕不够贵 手握十倍消费返还卡 就很无敌 洛扣最便宜的一双鞋都要52万 一整套下来没有500万拿不下 胡于奇说道 洛扣这个品牌 普通人基本是买不起 甚至都没听说过 他平时就会买洛扣的衣服 但是也不敢疯狂扫货 买 必须买 叶昆听到这个洛扣价格这么感人 大手一挥直接同意了 洛扣全球总共只有五家门店 纽约一家 巴黎一家 伦敦一家 俄罗斯一家 摩都一家 而且 摩都这家洛扣就在仅于购物中心之中 于是 叶昆和胡于奇一起来到了洛扣专卖店 只见洛扣里面有各种职业装 女仆装 休闲装 霸总装 水手服 以及JK 无论是设计 还是款式 面料都是全球绝顶 我平时走的是干练风 霸总风和高冷风 因而买的都是休闲装 霸总装 职业装和JK 胡于奇对叶昆说道 她十分钟爱洛扣 平时就没少买 不过 今天我还想尝试下洛莉塔 水手服和女仆装 胡于奇画风一转 朝叶昆露出妩媚一笑 说道 她平时走的都是欲姐风和霸总风 显得干练或高冷 但是 今天在叶昆面前 她很想展现出小女人的一面 欲姐和霸总不过是展现给外人看的 高冷也不过是伪装出来的坚硬外壳罢了 她心里也有柔软的地方 碰到真正喜欢的人 她又能秒变成小女人 她可欲可蒙 可霸可柔 洛莉塔 水手服和女仆装 你想试穿吗 叶昆不由眼前一亮 问道 她今天也算长了见识了 女人的衣服原来可以分得这么精细 各种品类 各种风格 应有尽有 而且 胡于奇似乎可以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衣服 这就有点厉害了 嗯 我想穿给你看 胡于奇露出娇媚一笑 道 于是 胡于奇换上了一件洛莉塔的衣服 瞬间变成了可爱洛莉风 接着 她换上了一件水手服 性感中透着别样的风情 然后 她又换上了一套女仆装 观顺可爱 萌萌的 而且 她还会穿反重力裙 就是倒立过来 裙子下摆不会反过来的那种 胡于奇随意切换着各种风格 把叶昆看得眼花缭乱 心花怒放 这要是找了胡于奇当女朋友 那不等于找了十几个女朋友 她可以驾驭各种风格 最后 叶昆在洛扣店里又是一阵扫货 什么霸总装 OL职业装 女仆装 休闲装 洛莉塔 水手服 JK 还有各种黑丝 白丝 肉丝 铜袜 过西袜 统统一阵横扫 疯狂买买买 买的时候很爽 付账的时候更酸爽 叶昆在购物中心 总共又消费了三亿六千万 叮 宿主消费了三亿六千万 可支配账户余额 十五亿两千万元 叮 消费资金十倍返还 恭喜宿主入账三十六亿 可支配账户余额 五十一亿两千万元 卧槽 一波消费下来 叶昆发现自己的可支配账户资金 居然已经成功突破了五十亿大关 钱 越花越多 就很爽 无敌 那些追书还给五星好评的亮仔 也会像主角一样 钱越来越多 多到花不完 叮 宿主的行为打动了胡于奇的芳心 好感度加五 叮 女神级美女胡于奇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了六十五 叶昆刷卡付账的时候 胡于奇对她的好感度也提升了一些 啊 消费了三亿六千万 胡于奇女神对她的好感度仅仅提升了五点 胡于奇的好感度有点难刷啊 或许是因为胡于奇本身并不差钱 这种购物行为对她来说 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罢了 因二 好感度提升的并不明显 叶昆只能这么认为了 不同女神提升好感度的方式并不一样 比如对一个很缺钱的笑话来说 可能给她花个几十万就可以拉满她的好感度 而对于一个豪门千金来说 花个几十万可能一个水花都见不起来 而在其他方面的行为可能更容易提升好感度 在经过手表店的时候 胡于奇又停了下来 浪秦有一款限定款手表 我想买很久了 胡于奇美眸盯着叶昆说道 买 叶昆就一个字 好哼 不 这次不要你掏钱 我来买 胡于奇十分霸气 坚决不让叶昆再掏钱 叶昆也就由着她了 胡于奇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富姐 她要买什么都买得起 于是 叶昆和胡于奇一起走进浪秦手表店 胡于奇的目标很明确 直接选定了一款名为 真爱之心的限定款情侣手表 只见这款手表 全部都是顶级粉钻打造的内框 外面是金钻打造的边框 奢华至极 贵不可言 价格更是十分感人 6666万 而且 这还是一只手表的价格 叶昆本以为他带的那款 800多万的百达菲力 已经是万表中的王者了 结果 以下就被秒成了渣渣 小了 格局小了 这特么才是神豪的世界吗 叶昆发现 其实胡于奇才是现实中的女神豪 而她的眼界和神豪的自我 修养 还有待提升 还有进步空间啊 这限定款万表 我来买单 叶昆说道 她要知道这万表这么贵 绝对不会同意让胡于奇买单 不 说好了 我来买单 胡于奇娇媚一笑 取出一张黑卡 就刷了两只万表的价格 一只万表6666万 一对情侣表 一个多亿 今天 你送了我很多礼物 我很开心 这只真爱之心万表 是我送你的 胡于奇美眸盯着叶昆 将那只男款的真爱之心 钻石万表 带到了她的手腕上 叶昆也是平生第一次 收到如此名贵的礼物 一块价值6666万的情侣款万表 而且 还是女神级美女 胡于奇送的 她心中也是不由生出了一丝感动 心弦被拨动了一下 现在 她是一名超级神豪 钱是不差的 她不是被万表的价格打动 而是被胡于奇的行为打动 胡于奇 居然送她情侣万表 这礼物代表了一份情意 在里面 最难销售美人恩 美人的情意 不该被辜负 不过 目前 胡于奇对她的好感度 仅仅是65 这只能算有点喜欢 并非深爱着她 因二 叶昆也能够保持理性 只当这件万表 是胡于奇对她的回礼 并没有多想 你还有东西想买吗 叶昆问胡于奇道 今天 胡于奇想买什么 想买多少 她都会满足 没有了 想买的都买了 胡于奇摇了摇头 感觉心满意足了 今天 是她购物最疯狂的一次 她几乎搬空了香奈儿 纪范希 普拉达 爱马仕 卡迪亚 路易威登 古池 范科亚宝 等奢侈品店内的所有顶级商品 她还横扫了洛扣店内的各种霸总装 职业装 女仆装 水手服 JK制服 今天这场疯狂买买买 可谓是十分尽兴了 心情舒畅 大块淋漓 感觉很爽 好 那现在轮到我来买买买了 叶坤笑道 她可是有一张十倍消费返还卡 期限只有一天 她必须在这一天时间内疯狂消费 快速积累财富 这个挂 必须给开满了 一时开挂 一时爽 一直开挂 一直爽 你 还要买买买 胡于奇也是惊恶了 叶坤今晚已经消费了好几个亿了 居然还没进行 叶坤点点头 打算也快一N筹一把 任性一下 然后 她转头问浪琴手表店的销售 道 这款真爱之心万表 你们店还有吗 先生 真爱之心全球限量一款 是独一无二的情侣表 浪琴工作人员恭敬答道 叶坤微微点头 胡于奇有心了 他们手上戴的情侣表 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行 那价格在百万以上的万表 全部打包 我买了 叶坤对销售淡然道 正所谓穷玩车 付完表 一块贵的万表 可以抵得上好几辆豪车 而且 体积还小 方便收藏 她打算先把各大名表店内 价格超过百万的万表 全部扫一遍 这样 十倍消费返还 直接一波报复 就很枯燥 朴实无华 叶 叶先生 您 您是说要将我们浪琴店里 百万价格以上的万表 全部打包了 浪琴店中的所有销售 皆是一脸震惊之色 感觉难以置信 打包百万价格以上的万表 就像买白菜一样 毫无人性啊 没错 给你们一点时间 把店里价格在百万以上的万表 全部打包好 再好好计算下价格 叶坤对销售说道 他直扫百万级以上的万表 百万级以下的万表就算了 买回去还占用空间 好 好的 叶总 我们马上给您准备 那些销售直接被巨大的惊喜包裹 今天 他们是碰上真正的神毫了 这一天营业 可以完成他们好几年的业绩了 恐怖如斯 走 我们去百搭斐力和僵尸单顿逛逛 叶坤拉着胡于奇的御手 向百搭斐力店面走去 胡于奇肤如宁芝 手如柔体 拉着他的手 感觉超棒 很美妙 而既然要扫获名表 自然不可能直扫浪秦一家万表 百搭斐力 僵尸单顿 卡迪亚 劳力士 宝基 万国 艾比 基家 朗格 伯爵 这些国际顶级名表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统统一网打剑 斩尽杀绝 于是 叶坤和胡于奇一起来到了百搭斐力的门店 叶坤直接叫来百搭斐力的总经理 淡然开口 将百搭斐力百万级以上的万表全部打包 我全都要了 他与其平静 却是震撼人心 先生 您 您是说要将我们百搭斐力所有百万级别以上的万表 统统买下 百搭斐力的女经理一脸惊恶地盯着叶坤 百搭斐力可是国际顶级手表品牌 价格超百万的名表有很多 价格超千万的也有不少 将所有百万级以上万表全部买下 恐怕要一个天价了 对方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这个女经理见叶坤年纪轻轻 很怀疑她是否有如此强大的购买力 站在你面前的这位贵客是昆鹏集团的大老板 你不用担心她付不起价钱 按她的吩咐去办吧 胡于其开口了 轻描淡写地说道 她与其平静 气场却是十分强大 身上透着一股霸道女总裁的范 是 是 胡总 我们马上照办 百搭斐力的总经理认出胡于其正是仅于购物中心的老板之一 不由连连点头 不敢再有一丝的猜疑和怠慢 卧槽 昆鹏集团的大老板来他们百搭斐力扫货了 这简直是天降惊喜啊 而且 胡于其女总裁亲自陪着她 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啊 走 我们再去僵尸单顿 叶坤对胡于其笑道 叶坤 你是打算将所有百万级以上的名表一网打尽吗 胡于其美眸盯着叶坤 问道 叶坤扫完了浪琴和百搭斐力 还不罢休 现在又盯上了僵尸单顿 没错 今天就是要将你这个锦域购物中心的所有名表一网打尽 叶坤对胡于其笑道 帮你把购物中心的顶级商品全部扫一遍 也算是帮锦域购物中心搭响招牌吧 今夜过后 整个魔都都会流传一个传说 又一个超级神豪在锦域购物中心疯狂扫货 把所有顶级名表都买了 让别人无表可买 锦域购物中心的名气 在业界肯定会大涨 而且 它消费越多 返还资金越多 这时候就不要手软了 直接一网打尽 疯狂扫货就是了 行 既然你决定对购物中心内的所有名表一网打尽 我让那些负责人全部集中过来吧 也不用麻烦我们一家家电跑了 胡于其说道 霸气开口 他一句话 就可以将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店的负责人全部召来 胡于其开口 一句话吩咐下去 僵尸单顿 卡迪亚 劳力士 宝鸡 万国 艾比 鸡家 朗哥 伯爵等奢侈品店的负责人就全部屁颠屁颠的赶来见叶昆了 现在 叶昆可是他们的财神爷 将他们所有的顶级名表都包圆了 很快 叶昆就将事情吩咐下去了 让各大奢侈品店的负责人去收集统计那些名表去了 然后 他给贴身女秘书打了一个电话 让陈文文来跟进事情的进展 这时候 贴身女秘书就派上用场了 该给他找点活干了 叶昆可没有功夫一直待在店里等他们 神豪很忙的 叶昆 我有点饿了 我们去鱼白金斯吃美食吧 胡于奇很自然地挽住叶昆的手臂 说道 今天血拼一场 也是很消耗体力的 该享受美食了 鱼白金斯 这名字真好听 店名中有一个鱼字 应该和你有关吧 叶昆笑道 他听到鱼白金斯 就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胡于奇 嘻嘻 鱼白金斯是我和安玉白一起开的顶级美食餐厅 就在锦域购物中心的三楼 我带你去吧 胡于奇娇笑道 挽着叶昆的手臂朝三楼走去 锦域购物中心分为三层 一楼是购物 二楼是休闲娱乐 还有一个高级私人会所 三楼则是美食 购物 娱乐 美食一体化 很快 叶昆和胡于奇就来到了三楼的鱼白金斯餐厅 欢迎光临 总裁降临 一进餐厅大门 就有两派身材交好的亮丽女迎宾 朝叶昆和胡于奇奇奇功声问候 仪式感满满 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客人进店门 迎宾都会说这么一句 胡于奇笑道 我们这里是高级餐厅 提供顶级食材 把每一位顾客都当作总裁来对待 叶昆点头 观察了下周围环境 鱼白金斯餐厅装修得十分有格调 可以有几个词来概括 低调 奢华 有情调 这也是一个约会聊天的绝佳场所 胡于奇挑选了一个靠窗的最佳位置 两人面对面坐下 鱼白金斯餐厅有什么招牌菜吗 叶昆问道 那我要推荐你吃我们这边的镇店菜 软丝金香羽 一盘价值22万哦 胡于奇笑道 他们这家餐厅只提供超级高档美食 原料都是精挑细选 来自全球各地 每一道菜都价格不菲 其中镇店之菜软丝金香羽 是他必推荐的 哦 软丝金香羽一道菜22万 是什么食材做成的 叶昆也是微微惊讶 问道 他以前吃一顿人均几千块的饭菜 就以为是顶级的了 没想到人家生好一道菜就几十万 就很枯燥 软丝金香羽的话 软丝指的是澳洲进口的顶级帝王虾做的虾丝 金指的是亚洲知名的金色甜糖薄片 欲指的是小白菜心 胡于其介绍道 侃侃二谈 这道菜不但原料讲究 而且制作工艺十分麻烦 只有顶级厨师才能做得出来 哦 那我一会可要好好尝一尝这道软丝金香羽 叶昆笑道 他现在是超级神豪 价格已经不是他在意的问题了 不管一道菜是22块 还是22万 对他来说都没有差别 这时 餐厅服务员给叶昆递来了菜单 叶昆随意翻着菜单 发现上面每一道菜的价格都是以万为单位的 这是他目前为止 见过最贵的菜单了 就很枯燥 朴实无华 今天这顿 我请你哈 胡于其开口说道 今天 叶昆为他几乎搬空了整个购物中心 他应该请这一顿 谁请都无所谓 你喜欢吃什么 叶昆笑道 现在 他已经到了不需要考虑价格的层次了 我喜欢吃牛排 胡萝卜 以及东坡肉 胡于其甜甜一笑 说道 于是叶昆看着菜单 挑选了澳洲顶级菲利牛排 青天白日 香酥东坡肉 再加上镇店之菜 软丝金香玉 青天白日 其实就是青菜蘑菇 名字很高大上 每一道菜看似平平无奇 其实用料非常讲究 你看下还要点什么 叶昆将菜单递给胡于其 道 再点一道香辣水煮鱼吧 胡于其也不用看菜单 开口说道 你很能吃辣吗 叶昆问道 他想了解下胡于其的喜好和口味 嗯 我超级能吃辣的 胡于其点头 我跟你说 这道香辣水煮鱼可不简单 原料是来自深海的帝王鲜鱼 顶级野花椒 帝王魔鬼辣椒 还有一些大自然的生产的麻辣底料 帝王魔鬼辣椒 叶昆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这个帝王魔鬼辣椒 他好像听说过 辣椒中的帝王 超级超级辣 简直是辣椒中的大魔王 没错 就是帝王魔鬼辣椒 嘿嘿 我和你讲一下辣椒的辣度等级吧 普通辣椒5度 干辣椒皮15度 米椒30度 潮红椒45度 黑辣椒200度 印度辣椒1000度 魔鬼辣椒3000度 帝王魔鬼辣椒500万度 胡于其笑道 对辣椒的辣度说得头头是道 四 叶昆不由道吸了一口冷气 普通辣椒5度 帝王魔鬼辣椒500万度 这也就相当于 普通地球人的战斗力是5 而超级塞亚人的战斗力高达500万 超级塞亚人一劝可以打爆一颗星球 恐怖如斯 这个辣度恐怕没有几个人可以承受吧 嘿嘿 这个香辣水煮鱼 就是放帝王魔鬼辣椒的 这个辣度只有本齐才能够驾驭 胡于其一脸傲娇地说道 厉害厉害 原来你在吃辣方面的造诣已经突破星际了 叶昆佩服道 如果吃辣也分战斗力的话 他就是个战武渣 而胡于其的战斗力高达500万 这吃辣的战斗力有点高啊 高手 这是个高手 嘿嘿 这晚放了帝王魔鬼辣椒的香辣水煮鱼 你要是能够挑战成功 今晚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 胡于其朝叶昆娇媚一笑 说道 任何要求都可以吗 叶昆不由来了兴致 如果任何要求都可以提的话 他很愿意挑战一下 对 只要你能够挑战帝王魔鬼辣椒成功 今晚我会答应你的任何要求啊 胡于其说道 信心十足 帝王魔鬼辣椒的辣度 目前为止 只有他能驾驭 好 那一言为定了 我挑战帝王魔鬼辣椒成功 你就要答应我提的一个要求 叶昆笑道 为了征服胡于其这个女神级美人 他还真要挑战下帝王魔鬼辣椒 可以提任何要求 就很棒 他已经开始考虑 晚上该让胡于其女神做什么了 好呀 那你来挑战呀 你要是被辣哭了 可不要怪我哦 胡于其听到叶昆真要挑战帝王魔鬼辣椒 不由也来了兴致 我无所畏惧 要是皱一下眉头 就算我输 叶昆说道 自信无比 我跟你说 三千辣度的魔鬼辣椒 就可以将人辣到未穿孔 你确定要挑战500万辣度的帝王魔鬼辣椒吗 胡于其眨着美眸 确认道 帝王魔鬼辣椒的辣度 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这已经是限制级 不亚于挑战人类的极限 没错 我要挑战的就是帝王魔鬼辣椒 叶昆点头 他就是要挑战最辣的 吃最辣的辣椒 睡最美的女人 就很待见 曾经有人强行挑战帝王魔鬼辣椒 最后被送进了急诊室 你如果不是特别能吃辣 千万不要尝试挑战 胡于其反而开始劝说了起来 他身边朋友众多 就没有人可以挑战帝王魔鬼辣椒成功的 放心 区区帝王魔鬼辣椒 还难不倒我 叶昆笑道 他的身体经过了多次进化 还真不信会承受不了帝王魔鬼辣椒的辣度 而且 他还有系统这个外挂呢 他 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希希 希望你一会还能笑得出来 胡于其见叶昆态度坚决 也就不再劝他了 没有尝过帝王魔鬼辣椒的人 是无法体会那种恐怖辣度的 没过多久 他们点的美食就被送上餐桌了 挑战帝王魔鬼辣椒之前 先好好享受下其他美食吧 胡于其笑道 先尝一下我们这边的香酥东坡肉 这也是我最喜欢吃的其中一道菜 大宋美食东坡肉 我也喜欢 叶昆笑道 东坡肉 是航城名菜 流行于江浙 相传为北宋世人苏东坡所创制 不过这道菜很考验厨师的功力 掌握不了火候的话 可能味道就会很一般 我们店里的香酥东坡肉 恢复传统做法 不加水 不加油 酒香浓郁 是纯正香酥老味道 胡于其说着 露出一个无比甜美的笑容 他一手端着一个小碟子 一手夹起一块香酥东坡肉 送到叶昆嘴边 甜甜道 来 让我喂你一口香酥肉 四 这一刻 叶昆直接醉了 美人居然亲自为他香酥肉 好感动 心都快化了 叶昆也不客气 结果香酥东坡肉 直接品尝了起来 怎么样 什么味道 好吃吗 胡于其一脸期待的问叶昆 酒香浓郁 细腻绵酥 蛇畜极化 入口香糯 肥而不腻 十分美味 唇齿间还留有你的一抹温柔 叶昆回味了会 才对胡于其说道 胡于其为了他一口香酥肉 他才能品尝出唇齿间的那一抹温柔 和美人一起吃饭 就是香 胡于其听了叶昆的话 也是露出会心一笑 感觉心里美美的 来 我也为你吃一口 来而不枉费利益 叶昆也夹起一块香酥东坡肉 送到了美人嘴边 胡于其微微一愣 美眸看了叶昆一眼 这才张开樱桃小嘴 在香酥东坡肉上轻轻咬了一口 有人围着吃 似乎味道也格外美味了呢 感觉心里美滋滋 甜糯糯的 丁 女神级美女胡于其对宿主的好感度加五 丁 女神级美女胡于其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了七十点 呃 叶昆也是没有想到 只是为了胡于其一口香酥肉 居然让他好感度提升了五点 要知道 之前给他消费了三亿六千万 也仅仅提升了五个点好感度 看来胡于其女神的好感度不是难刷 而是要找对点 他不差钱花 花钱带来的编辑效用是递减的 反而 一些小细节更能打动他 接下来 就是愉快的用餐时间 两人有说有笑 吃得很开心 叶昆对于白金丝的每道菜都很满意 尤其是对于白金丝餐厅的镇店名菜软丝金香鱼 更是赞不绝口 澳洲进口的顶级帝王虾 做成虾丝再配一金色甜糖薄片 既保持了虾味的纯正 又增添了一抹可口的香甜 口感超棒 超级美味 22万块的一道菜 已经不是一句美味可以简单概括了 而是将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极致 就很枯燥 朴实无华 胡于其间叶昆不停夸赞鱼白金丝的菜好吃 也是十分开心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然后 重头戏来了 一大盘香辣水煮鱼 被端上了餐桌 来自深海的帝王鲜鱼 配上顶级野花椒 帝王魔鬼辣椒 还有一些大自然生产的麻辣底料 一个字 辣 这碗香辣水煮鱼 红扑扑的 香艳艳的 看着就超级辣的样子 不仅看着辣 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阵辣味 怎么样 你确定还要挑战帝王魔鬼辣椒吗 胡于其饶有兴趣地盯着叶昆 挑战啊 必须挑战 你就说怎样才算我挑战成功吧 叶昆笑道 绝不退缩 为了向胡于其女神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 他也是拼了 很简单 你只要将这盘加了帝王魔鬼辣椒的香辣水煮鱼吃光 就算你挑战成功 胡于其笑道 这碗香辣水煮鱼绝对好吃 但是一般人还真承受不了那帝王魔鬼辣椒的辣度 这有河南 香辣水煮鱼 我最喜欢吃了 叶昆笑道 还用筷子加起一块帝王魔鬼辣椒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响了起来 叶检测到宿主正在挑战帝王魔鬼辣椒 是否花费500000崇拜值 兑换辣神技能 说明 一旦兑换了辣神技能 你就是辣中之神 可以承受一切辣度 漂亮 系统这个外挂开得很及时 辣中之神 无敌 系统 马上给我兑换辣神技能 叶昆在心中默念 叶 已经花费500000崇拜值 兑换了辣神技能 叶 恭喜宿主成为辣中之神 可以承受一切辣度 漂亮 下一瞬间 叶昆看向那碗香辣水煮鱼的目光 都变得炙热起来 之前 他只是闻一下帝王魔鬼辣椒的味道 都感觉辣到发苦 现在 他只觉得香气扑鼻 于是 他加起了那块帝王魔鬼辣椒 慢着 你要干嘛 呼吁齐见叶昆要直接吃帝王魔鬼辣椒 不由惊道 吃啊 叶昆笑道 他现在觉得这帝王魔鬼辣椒超级香 等一等 我跟你讲 我之前吃了一半帝王魔鬼辣椒 把我辣到半天捂着喉咙巨疼 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现在 我都不敢直接吃这帝王魔鬼辣椒了 呼吁齐心有余悸地说道 他吃魔鬼辣椒轻轻松松 但是吃帝王魔鬼辣椒差点掉了半条命 恐怖如斯 辣到发苦发麻 辣到断魂 那种滋味 他不想再体验一次 我觉得我可以试一下的 叶昆笑道 加起那根帝王魔鬼辣椒 就要往嘴里送 慢着 你不要直接吃 连辣王吃了帝王魔鬼辣椒 吃完之后就去医院了 而且 上次有人挑战这个辣度 直接送到医院 结果抢救失败挂掉了 这辣椒不是影响味觉 而是直接作用在痛觉神经上的 身体吃不消的 五百万辣度的帝王魔鬼辣椒 足以把一个长期练武的人的胃给拉烂 呼吁齐正色道 这帝王魔鬼辣椒太恐怖了 直接吃就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 号称一根断魂椒 哈哈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 叶坤笑道 不以为意 直接将那根帝王魔鬼辣椒丢进了嘴里 他已经是一个辣神了 不具一切辣度 而且 他的身体已经进化过 是普通人的数倍强度 无所畏惧 嘎吱 嘎吱 叶坤直接嚼起了帝王魔鬼辣椒 怎么样 受得了吗 千万不要勉强 胡吁齐一脸紧张地盯着叶坤 时刻关注着他的表情变化 一发现不对劲 就将他送去医院抢救 可是 叶坤并没有出现被辣的受不了的神态 反而还露出一副十分享受的模样 没错 就很享受 仿佛帝王魔鬼辣椒五百万的辣度 对他来说微不足到一般 真香 叶坤嚼了几下 直接将那根帝王魔鬼辣椒吞进了肚子里 这一幕可把胡吁齐看待了 他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吃帝王魔鬼辣椒 能吃出真香的快感 不是应该被辣到无法忍受吗 辣到销毁吗 叶坤怎么还想受伤了 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 半想之后 胡吁齐才一脸惊诧地问道 你真没事 叶坤笑道 没事啊 感觉也不是很辣啊 胡吁齐的表情从惊诧到恶然 最后转变成了崇拜 他还没见过有人可以直接吃下帝王魔鬼辣椒 而能淡然自若 安然无恙的 叶坤对辣度的承受能力简直太强了 而且 比他还能吃辣 这是一个奇迹 他挑战了一个不可能 叮 获得胡吁齐的超级暴击崇拜值加9999 这一刻 胡吁齐一脸崇拜地盯着叶坤 干嘛用这样的眼神盯着我 叶坤笑道 不就是吃了一根帝王魔鬼辣椒吗 这就让胡吁齐崇拜上了 不要崇拜哥 哥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辣神 你是我见过最能吃辣的人 你比辣王还能吃辣 胡吁齐一脸钦佩地说道 只有亲自吃过帝王魔鬼辣椒的人 才知道那种辣是多么的恐怖 那当然 辣王怎么可能比得上我 我可是辣神 哈哈 叶坤笑道 一代辣神 就此诞生 虽然这个技能或许不是很常用 但是能够在胡吁齐女神面前展露一次 就已经体现出价值了 你还真不谦虚呢 胡吁齐美眸不由白了叶坤一眼 不过 叶坤确实比辣王还能吃辣 来 你也超级能吃辣 我们一起消灭掉这碗香辣水煮鱼 叶坤笑道 让胡吁齐和他一起共享美食 嗯呢 胡吁齐微笑点头 以前 他想找一个能陪他一起吃香辣水煮鱼的人都很难 现在 叶坤做到了 于是 两人一起愉快地享受其美食来 来自深海的帝王寻鱼 配上帝王魔鬼辣椒 那味道真是香辣香辣的 简直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就很带感 够辣 够爽 叮 女神级美女胡吁齐对宿主的好感度加持 叮 恭喜女神级美女胡吁齐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到了80点 四 叶坤又惊又喜 只是一起吃了一碗香辣水煮鱼 胡吁齐女神对他的好感度居然提升了10点 就很爽 现在 胡吁齐看他的眼神都带着一股柔情蜜意 恭喜你 挑战成功了 那你想提什么要求呢 胡吁齐用深情款款的眼神盯着叶坤 提什么要求都可以 叶坤再次确认道 嗯呢 只要你提出来 我就答应你 胡吁齐露出娇美之色 一脸期待地看着叶坤 我还想看你变装 女仆装 霸总装 OL职业装 水手服 JK制服 我通通都要看 叶坤盯着胡吁齐那绝美的面容 说道 之前在洛寇店里 看他变装就是一种视觉享受 秀色可参啊 可惜总感觉不过瘾 还差点什么 就这 胡吁齐眉毛一挑 似乎没想到叶坤会提这个要求 嗯 就这 能满足不 叶坤点了点头 又问道 没问题啊 晚上去我家别墅 我让你一次性看个够哈 胡吁齐露出五眉一笑 说道 去你家别墅 叶坤微微惊愕 胡吁齐女神邀请自己去他家了 当然了 不去我家别墅 我怎么换装给你看呢 胡吁齐美眸白了叶坤一眼 却是风情万种 美艳动人 好 叶坤点头 去留去 他无所畏惧 走吧 现在就带你去我家那个超级别墅 胡吁齐齐身 直接拉着叶坤的手就往外走 就很心急 叶坤和胡吁齐回到锦鱼购物中心一楼的时候 女秘书和十几个黑衣保镖已经在公后了 女秘书就是陈文文 穿着一身OL职业套装 高跟鞋配黑色丝袜 干练中透着几分性感 他身姿恶诺玲珑 尤其那一队高耸显风 分外傲然 十几个黑衣保镖则是由队长赵虎带领着 一个个表情严肃 身姿比挺 训练有素 系统赠送的这些保镖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要么是特种兵出身 要么是雇佣兵中退下来的精英 其中 不乏真正的兵王 老班好 女秘书和十几个黑衣保镖 齐齐朝叶坤攻身问后 阵仗惊人 叶坤微微点头 目光扫向十几个保镖 而后 看向其中一个保镖 只见这个保镖身材高大魁梧 在一众保镖之中都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他身上的气势很强 表情木纳 脖子处有一道刀痕 隐隐给人一股危险的感觉 仿佛他是从战场中走出来的煞星一般 丁 检测到一名超级保镖 姓名 陆天辰 身高 2.02米 颜值 59 中程度 99 精通各种格斗术 枪械 冷兵器 中武器 会开坦克 游轮 飞机 潜艇 性格特征 沉默寡言 忠诚可靠 评价 佣兵之王 叶坤朝陆天辰微微点头 特别关注留意了他 他这个保镖队伍里面真是卧虎藏龙 居然还有佣兵之王 虽然颜值普通了点 但是忠诚度高 而且技能多多 坦克飞机随便开 就连潜艇都会开 还精通各种冷兵器和热武器 不愧是佣兵之王 陆天辰看到叶坤朝他点头 仍旧一脸木纳 没什么表情反应 一副十分冷酷的样子 叶坤也不以为意 只当这种佣兵之王 时刻都要保持冷酷形象吧 老板 通过初步统计 今天您购买的全部名表中 价格在一亿以上的万表有三只 分别是百达斐力 僵尸单顿和宝基 价格在一千万以上的有 陈文文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在给叶坤作者统计报告 这时候也体现出了他强大的工作能力 作为叶坤的贴身女秘书 他并非只是一个花瓶 而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否则 他也不可能拿到一千万的年薪了 不对 现在他的年薪已经涨到两千万了 不用和我详细报告 你直接报总价就可以了 叶坤淡淡道 他今天扫货下来的名表实在太多了 实在没功夫去一一了解 是 老板 今晚你总共消费了三十亿八千万 陈文文爆出了一个数字 小心脏都不由扑通的狂跳了起来 今天 老板几乎把魔都顶级的名表 都横扫了一遍 这些名表至少要用十辆劳斯来撕幻影 才能装得下 这群保镖就是专门过来护送这些名表的 老板简直毫无人性 好便宜 还不到五十亿 叶坤十分淡定 波澜不惊 他本打算将可支配账户中的五十多亿 全部砸出去的 这样十倍返还就能入账五百多亿 直接一波暴富 不过没关系 他后面还会继续买别墅买楼等 那张十倍消费返还卡的时效是24小时 其实 他现在对赚钱已经兴趣不大了 他宁愿更多的去感受生活 享受生活 很快 叶坤就用黑金卡在锦衣购物中心刷走了三十亿八千万 叮 宿主消费了三十亿八千万 可支配账户余额二十亿四千万元 叮 消费资金十倍返还 恭喜宿主入账三百零八亿元 叮 可支配账户余额三百二十八亿四千万元 叮 恭喜宿主消费了三十亿八千万 获得三十个神好点 剩余神好点 三十七 这一波疯狂消费 可自由支配资产直接暴增到了三百多亿 就很爽 而且 今晚消费了几十亿 总算是积累了三十七个神好点 这包括之前消费积累起来的神好点 不容易啊 花钱太特么累了 叮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六千六百六十六 叮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七千七百七十七 叮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八千八百八十八 叮 获得崇拜值超级暴击加九千九百九十九 与此同时 崇拜值超级暴击疯狂连击 今夜过后 魔都将会多出一个超级神豪的传说 叶坤刷卡之后就潇洒走人了 其余事情与秘书陈文文会办得妥妥的 根本不需要他操心 接下来 就要去女神级美女胡于奇的超级别墅了 这才是今晚最令人期待的时刻 胡于奇挽着叶坤的手臂 一起朝停车场走去 两人郎才女貌 一路上吸引着无数路人目光 一起去我家别墅 你就不用开车了 坐我副驾吧 胡于奇阴然一笑 说道 他的座驾是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拉法 炫酷的蝴蝶车门缓缓张开 好啊 叶坤点头 欣然同意 他又不知道胡于奇家在哪里 开车太麻烦 还是坐副驾舒服 两人坐上法拉利拉法之后 胡于奇驾车朝别墅方向开去 于奇 你家别墅叫什么 在哪个位置 叶坤有些好奇 胡于奇这样的女神豪会住在什么别墅区 我住的别墅叫做丰落叶别墅王 位于奇林山下 魔都超级别墅王区 古月湖 胡于奇微微一笑 说道 别墅王 叶坤也是微微一愣 能被称作别墅王 肯定不是一般的别墅 落叶峰别墅区总共只有七套别墅 里面住的都是超级富豪或者隐形富豪 这么说吧 龙国新晋首富在落叶峰也有一套别墅 不过他那套都没资格称作别墅王 我那套别墅占地约50亩 是龙国最大且最豪华的别墅 才被称作别墅王 胡于奇阴然一笑 淡淡说道 他语气十分平静 说出来的话却是一点都不简单 甚至 令人震撼 四 龙国最大最豪华的别墅 叶坤总算明白胡于奇为什么在那场全国最顶级的拍卖会中 能被安排在2号座位了 胡于奇无论身价还是身份 定然都十分不凡 不过 叶坤并不在意胡于奇的身价和身份 他喜欢胡于奇这个人 这才是关键 今晚 他就要看美人换装 胡于奇驾驭法拉利拉法 开进了丰落叶别墅区 通过一片超豪华的私家园林之后 才抵达那座奢华无比的别墅王 胡于奇拉着叶坤的手 进入了别墅 叶坤扫视了一眼客厅 只见客厅挑高超过10米 空间尺度十分大气 一个巨大奢华的水晶吊灯从高处垂落而下 每轮每换 地板上铺的是顶级檀香木 墙壁上镶嵌的都是超顶级的大理玉石 奢华无比 走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去我卧室 我换装给你看哦 胡于奇露出俏皮一笑 拉着叶坤的手 进入别墅的电梯之中 接着 两人一起走进胡于奇那超大的卧室 房间布置是公主风 粉粉的 香香的 要不要先喝点红酒 胡于奇露出妩媚一笑 道 好啊 叶坤点头 进入胡于奇的闺房 他心情不由有些激动 先喝杯酒 压压惊 胡于奇给叶坤拿来了一瓶查理时事葡萄酒 说 你想看我穿什么装 胡于奇美眸盯着叶坤 问道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女仆装 霸总装 洛丽塔 水手服 JK制服 我全都要看 叶坤笑道 他已经被胡于奇给深深迷住了 就想看他不同的装扮模样 你可真贪心呢 胡于奇美眸瞟了叶坤一眼 却是千娇百昧 风情万种 谁让你是一个百变女神 每套装扮都是我喜欢的模样 让我百看不厌 叶坤主动揽住胡于奇的柳妖 坏笑道 他柳妖盈盈不堪一握 柔软无比 那你想先看我穿什么风格的 胡于奇听到叶坤夸他 翘脸微红 心中感觉很甜蜜 哪个女人不喜欢被人夸 我要先看你穿 叶坤在胡于奇耳边低声说道 胡于奇平时都是霸总风 玉姐风 他偏偏就要胡于奇穿上女仆装 这样才有反差感 我平时很少会穿女仆装的 不过今天为你破例一次 胡于奇美眸白了叶坤一眼 却是没有反对 那我去衣帽间换装了 你等我一下哦 胡于奇回眸一笑 千娇百昧 然后 他才迈着一双好看的大长腿 朝衣帽间走去 叶坤也是十分期待 看到胡于奇换装后的样子 然后 他给自己倒上一杯 查理时事葡萄酒 就这一瓶查理时事 价格要七位数 而且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和罗曼尼康蒂一样 查理时事的产量十分有限 只限量供应给极少数尊贵客户 而且 查理时事比罗曼尼康蒂更贵 更稀有 罗曼尼康蒂号称千万富翁就能喝得起 而亿万富翁才能得喝到的酒 而查理时事则是令那些普通的亿万富翁都没资格喝到 查理时事葡萄酒 绝对是装逼界的王者 叶坤深深迷了一口查理时事葡萄酒 这一口就喝掉了十几万 这喝的不是酒 是寂寞和枯燥 不对 有美人相陪 他今晚注定不会寂寞 那喝的就剩枯燥了 朴实无华 就在这时 房间的灯光突然变得幽暗 胡于其穿着一身漂亮的女仆装 缓缓走了出来 他穿的并不是那种电视电影中 经常能见到黑白色女仆装 那种实在太普通了 胡于其穿的是粉色搭配白色的女仆装 粉色的衣裙 白色的裙摆 胸口处是白色的蕾丝边 看似女仆装 又有点洛丽塔的可爱风格 这件粉白色女仆装很称肤色 更显得胡于其肤如凝脂 皮肤白皙光泽 他肌肤白里透红 粉嫩的仿佛可以掐出水来 而且 他下身还穿着白色丝袜 清新可爱 又十分迷人 四 怎么样 好看吗 胡于其提着裙摆 眨着美眸一脸期待地问道 美 太美了 叶昆笑道 目不转睛地盯着胡于其 美人比酒 更容易醉人 胡于其本来就长得极美 是颜值高达97的女神级美女 美艳不可放物 换上了一身女仆装之后 就更有风情了 霸道女总裁 变成乖巧小女仆 有一股别样的魅力 真有那么好看吗 胡于其翘脸微红 露出羞涩的神情 他还从来没有单独穿女仆装 给一个男人看呢 而且 这和他平时的装扮风格不一样 反差很大 感觉有点羞涩 做惯了霸道女总裁 当一回观顺小女仆 似乎也不错呢 不一样的体验 非常好看 极其迷人 叶坤点头 胡于其人眉腿长 穿着剑粉白色的女仆装 显得极为美丽动人 那你喜欢吗 胡于其还特意在叶坤眼前 转了一个圈圈 让白色的裙摆飞扬起来 有点调皮 喜欢 叶坤目不转睛地盯着胡于其看 就很心动 那 你还在等什么呢 胡于其朝叶坤露出 妩媚一笑 风情万种 呃 心动不如行动 叶坤冲过去 搂住胡于其 那纤细流妖 将他强势 壁咚在了墙角 然后 对着他那香艳的红唇 就吻了下去 长达数分钟的热吻 浓烈到胡于其喘不过气来 感觉快要窒息 接下来 无论发生什么 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撕拉